眼前这个身体线条贼棒的光头男 在前一天还是一位中年颓废男的模样 只因喝了点鸡血 就挥睡了27个小时 一觉醒来 头也凸了 全身褪皮 牙齿也焕然一新 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别人身上可能会惊慌失措 而我们的男主像坤就不一样了 淡定地坐在电脑面前 先查看这种类似病例 不出意外啥也没查出来 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症状记录下来 看着这一条条记录 心中不由有个离谱的想法出现了 自己好像变成吸血鬼了 接下来经过测试 速度变快了 体能也变强了 无论锻炼后多累 最多休息20多分钟 就能恢复差不多 目前除了喝鸡血 就是喝纯净水也不会吐 见鸡血没了 到了菜市场被肉食吐所吸引 回到家喝点吐血 不出意外这次昏睡了25个小时 醒来后就发现视力变好了 体能又增强了 家里的训练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去健身房训练 对视私人教练上前指导 向坤也不想废话 直接跟教练打赌 你赢了 我就在你这半年卡 你输了 别来烦我 私人教练可不知道 大光头是吸血鬼 当场答应下来 暗暗自得 自己肯定会赢 从80千克开始 你来我往中 重量不断增加 在120千克的时候 光头难一脸轻松 私人教练汗流加倍 在135千克的时候 私人教练心中 按道这大光头这么强 现在起苦难下 暗自加油 燃烧吧小宇宙 全身衣服爆开 当然除了内裤 突然胳膊没劲了 惊恐看着肝药砸下来了 就在这时光头难向昆 一只手抓住了 里面不只有十公分的肝 拯救了差点整容的教练 教练受打击到我输了 就在这时 长斌打来电话 作为我唯一的私道 他张嘴就直接臭骂道 你大爷的为什么不回消息 我只好善笑着说道 最近没看手机 长斌没有废话 直接让我过去一起吃饭 我心头一阵苦笑 总不能直接在餐桌上喝血吧 但他已经不容拒绝地挂断了电话 无奈 我只能打车来到他说的餐厅 一进包厢我就看到长斌和他的女友 长斌见我进来 立马惊讶地站了起来 你怎么变成光头 我微微一笑 为了变强 随即 见我一直不吃东西 两人开始切入主题 他们竟然要给我介绍对象 碍于他女朋友的面子 我只能苦笑着答应 在前台结账后 我应约来到一家奶茶店 出于发型十分出众 女孩一下就找到了我 请问你就是向昆吧 你好 我是唐宝娜 我看着眼前随意地喝着饮料的女孩 根本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唐宝娜却突然扑斥一笑 你有看过一拳超人吗 你跟齐玉老师好像啊 后来我才知道 唐宝娜 这个有着可爱笑容的女孩 十分喜欢二次元 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也是网络上的知名博主 她也是为了应付家人才和我相亲 虽然我们还算聊得来 但我知道自己实在配不上她 应该也不会再见面了吧 可第二天 我却接到了她的电话 询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吃烤肉 我看了眼一旁的装着血的杯子 只能拒绝她 在第三次饮血后 我的肌肉维度明显又大了 就当我在试验自己的力量时 没想到却意外碰上了唐宝娜 吓得我连忙转身离开 唐宝娜还以为是我讨厌她 不过我是因为想起今天出门 忘记把兔子关回笼子里了 突然 一声尖叫吸引了我的注意 一个疯子在追杀一对情侣 眼看着疯子一刀将男人捅穿 一股是血的冲动 差点让我失控 便利店的老板娘不满地出门 质问怎么这么吵 我连忙让她报警 接着快速冲上前去 一脚踢在疯子的后脑勺 直接把他踢飞了三百多米 可就在我准备查看男孩的伤势时 那个疯子竟然再次冲了上来 来不及思考 我只能转身试图将他拦住 他手里的剑直接刺进我的肩膀 我顺势一拳狠狠砸在他脸上 疯子直接被我一拳轰得连衣服都不剩 没等我下一步动作 我突然听见伤口传来一阵嘶嘶声 撩开衣服一看 伤口居然在自愈 与此同时 周围也很快围满了人 在警局做完笔录后 我这才送老板娘回了便利店 可在我准备回家时 唐导那突然又打来电话 还问我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我这种人 怎么会有女朋友呢 你该不会喜欢男人吧 唐导那错愕的声音响起 你别误会 我没那个意思 最后 约定和他一起去远足后 唐导那才心满意足地挂断了电话 几天后 我站在满是行人的大街上 前天我进行了第五次饮血 醒来后 我的感知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此刻周围的百米范围内 事无巨细 全都清晰地出现在我脑海 突然 我闻到一股香味 跟上次那对情侣一样 是人血的香味 果然 当我顺着味道来到一条巷子 一具尸体出现在我眼前 确认他已经死悄悄 我当即拨打了110 警方很快封锁了这个巷子 陈警官告诉我 应该是这个死刑犯所为 让我如果有发现他的踪迹 必须要第一时间报警 直到他们把现场清理干净后 我还呆呆地站在原地 或许是担心那个人 继续伤害无辜 我直接跃上一旁的楼顶 据我的观察 凶手只有一条路可以逃走 于是我集中注意力开始感知 最后落在一个男人身上 就是他了 我假装若无其事的迎面 向他走去 与他擦肩而过 果然 他身上有刚才小巷里的气味 就在我将消息发给陈警官时 一个女人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 居然是唐宝娜和他的闺蜜 他们还以为我也是来买远足的装备 可我却死死地盯着凶手 被吸引注意后 凶手一个回头 与我四目相对 下一秒 凶手直接把腿就跑 我立马大吼一声追了上去 直到追进一条无人的巷子 凶手突然掏出一把刀转过身来 一脸凶残地看向我 你是条子 说着他直接俯冲向我 可在我眼里 他的动作却很慢很慢 我一把握住他拿刀的手 一记黑虎掏心叫他做人 可就在这时 唐宝娜他们居然也追了上来 凶手健壮侧身冲向我身后 眼看刀口就要刺向唐宝娜 我立马冲上前 用胳膊肘挡住他的刀 接着一拳狠狠砸在他脸上 直接将他打飞在墙上 见凶手瘫倒在第一动不动 唐宝娜这才紧张地抓着我的胳膊 向先生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还好刚才躲开了 片刻后 陈警官来到直接臭骂了我一顿 你一个平民怎么能逞英雄 随后因为要回去做笔录 我只好告别了两个妹子 不过经过这次事件 我决定去学习一些格斗技能 毕竟能更好地保护别人 第二天 我来到一个搏击俱乐部 可介绍的妹子却不让我报名 教练还说我们健身的都是死肌肉 根本不适合学格斗 甚至拍着自己的肚子 让我打他一拳试试 我有些无奈 你确定吗 见他坚持 我只好轻轻地打了一小下 只教练却直接报一 趴在地上缓了十分钟后 教练猛地站起身 你压扮猪吃老虎是吧 走 上了一台老子好好陪你玩 我很无奈 我真的是来学拳地 可教练却不管不顾 只想找回面子 直接一记直拳朝我砸来 可在我眼里 他的拳头慢得可怜 我只是微微侧头 便轻易地躲过了 躲了十几拳后 教练突然笑道 有两下呀 不够光会躲可没用 说的也是 也得试试身体的抗击打能力 于是我稳住身子 准备接下他的拳头 瞬间 教练的拳头不停落在我身上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抗大 他一定在硬抗 看来可以放逼杀了 可我却有些遗憾 普通人的拳头果然不痛不痒 与此同时 教练突然大喊 傲逸闪光拳 只听当个一声 我用脑袋扛下了这一拳 可下一秒教练表情突然扭曲 我特么手好像断了 这还是人类的光头吗 不过为了不让他那么糾 我顺势躺在地上 哎呀 我输了 经过这次 我确定这里的搏击确实不适合我 因为他们的各种技巧 都是建立在普通人类身体上 而我却早已经不是普通人了 第二天 我跟着唐宝纳准备去远足 他的闺蜜叫杨真真 两人感情非常好 女神三年了 一会儿看我怎么整那小子 说着毕毛冬听到声响转过头 整个人瞬间呆住 因为我就站在他面前 另一人直接瞬间化身小迷地 这不是相坤大神吗 我也向他们打了个招呼 很快 我们就朝着深山出发了 突然 杨真真一脸坏笑 故意将我撞向唐宝纳 我瞬间脸红不已 唐宝纳却知道是杨真真在故意使坏 本想上去打他 却突然踩到一块凸起的石头 整个人顿时失去平衡朝后面倒去 我一个眼急手快 一把抓住他的手将他拉了回来 唐宝纳似乎有些呆滞 可脚上却传来一阵刺痛 杨真真自责不已 经过检查后 这个情况显然不能继续前行了 我连忙蹲在他身前 我来背你吧 唐宝纳犹豫了一下 还是趴在了我背上 一行人朝着山下走去 突然 唐宝纳开口询问 我会不会很重 我扭过头笑到没有 反而轻得得像营养不良 你身上怎么这么凉 不会真像网上说的一样 你练了什么内功吧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头发 散热好吧 唐宝纳扑斥一笑 你不要总是逗我笑啊 听着他的笑声 我却沉默了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心跳声 呼吸声 还有淡淡的香水味 这还是我第一次 和异性这么亲密接触 去医院包扎完后 我又将他背回了家 杨真真本想留我吃晚饭 却被我挽去 回到家 我想起唐宝纳的话 用体温计一侧 好家伙 28度 正常人体温一般是36到37度 我这28度 不就差不多和死人一样了 随即 我看向一旁的杯子 再次昏睡了两天后 我才缓缓地睁开眼 看着手机上的计视器 这次饮血睡了32小时 翻看了一下消息 我房子的租客已经收拾好 当时为了节省时间 把我自己买的房子租了出去 然后在公司附近租了这间房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租下去了 如果没问题的话 今天就搬回去住 回到自己的房子 我看检查着 大体收拾得很干净 突然 一个门铃声响起 一开门居然是个小女孩 是啊 他们搬到隔壁小区了 闻言 女孩失望地走了回去 突然 女孩停下脚步折返回来 举起手中的棒棒糖 叔叔 这个给你吃 可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牵着狗从电梯走了出来 而下一秒 那条狗居然猛地扑向小女孩 见状我死死地盯着它 那条狗居然瞬间安静下来 因为之前我就已经试验过 我能对动物造成一定的震慑 看着浑身颤抖的狗子 它的主人有些莫名其妙 而我则轻抚小女孩的脑袋 没事了 它不会伤害到你的 夜里 我为了测试体能 一口气跑到了后山 可就在我欣赏着后山的风景时 却突然闻到腐烂和血腥的气味 向坤打开手电 缓步向前 发现这气味的来源 竟是一堆老鼠的尸体 从尸体上来看只是被吸了血 感知不到附近有其他生物的气息了 看样子已经走远了 可如果只是吸血的话 有没有可能是同类呢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向坤只好狼狈地打着伞回了家 但这才刚按下电梯 就被人抵住了门 原来是之前遛狗的杨小姐 此时的他浑身湿透了 还气喘吁吁的 上来就给了向坤一个壁咚 把我的波笔还给我 一听这话向坤也有些懵 那个我不知道你家的狗在哪呀 你少装饭了 一定是你把我的波笔给偷走了 那天波笔被你吓到后 就一直不吃东西 听到他这么说 向坤心想 精神震慑对那条狗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杨小姐就继续说道 等等 你长得这么猥琐 还是个大光头 该不会把我的波笔做狗肉锅吃掉了吧 然后美女主人急于找狗 被大雨淋湿深 又正好和变态猥琐 大光头独处于封闭的电梯之中 想到这里 杨小姐害怕的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大喊着 变态救命啊 对此向坤也是有些无语 那个我是光头 但不猥琐呀 这都啥跟啥呀 就在向坤愣神的功夫 杨小姐又一把扑在了他的身上说道 求求你 波笔已经陪伴我两年了 我不能没有他 要我给你钱也可以 求求你还给我 听到杨小姐这么说 向坤也只好无奈地表示 杨小姐你冷静一下 我真的没有偷你的懂 不过我可以去帮你找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但我会尽力帮你找的 在说话的功夫 向坤已经将自己身上的外套 披在了杨小姐的身上 这一身是行为 也取得了杨小姐的好感 还说如果真能找到的话 到时候一定会好好报答他的 他变突了也变强了 向坤来到屋顶 心想虽然这与他无关 但他总觉得这和之前 被吸干血的老鼠有关系 如果是同类干的 那就有必要查一下了 接着他便开始闭上眼睛 集中精神开始感知整个城市 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是那只狗的毛 气味没错 果然是波比的毛 不过怕是凶多吉少了 看地上的血迹估计就在这附近 顺着血迹寻找 没过一会他就找到了 已经死了的波比 果然是被吸了血 这时头顶突然传来声音 同时向坤也感觉到了危险的到来 抬头看去 一个黑色的身影站在上方 只见黑影突然张开黑色的翅膀 漫天的羽毛朝着四周飘落 向坤不敢置信地看着他的翅膀 就在他愣神的功夫 刷的一声 他的手臂竟被齐根斩断 这时黑影再次朝着他袭来 向坤一个闪身躲过 但令他更意外的是 这竟然是一只猫头鹰 开什么玩笑 什么时候动物也可以变异成血族了 这时猫头鹰又再次朝着他袭来 立爪穿透了他的胸膛 将他一把抓起 带到了天上 不过这也彻底惹怒了向坤 此刻的向坤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将力量聚集在了左拳上 朝着猫头鹰的肚子狠狠的就是一拳 这一拳打穿了猫头鹰的腹部 也让他吃痛的松开了爪子 灰溜溜的飞走了 但向坤也已经身受重伤 虽然命够大势保下来了 可现在不光左手没了 右脚也已经没了知觉 看着手上的鲜血 好像是有他的 也有那巨型猫头鹰的 向坤忍不住的舔了一下 没想到竟瞬间兴奋了起来 这种感觉和鸡血吐血完全不同 这血液带来的愉悦感和快感 并不是作用于舌头的味蕾之上或是味脸 仿佛是从体内最深处反馈出的感觉 就好像每一个细胞都在发表着同一个意见 在向他欢呼 此时他的脑海中又呈现出了另一副景象 是天空 他这是在飞吗 还有这爪子和老鼠是怎么回事 看着湖面上的倒影 他竟然变成了猫头鹰 这时向坤突然惊醒 刚刚那难道是那巨鸟的记忆 为什么以前没有出过被吸血生物的记忆啊 难道是因为之前喝的都是鸡血和吐血吗 这时他才突然发现手臂竟然已经长好了 看着破烂不堪的衣服 虽然已经是深夜 不过这全身是血的衣服 如果被人看见怕是得打电话报警 还是脱掉吧 这样就算被人看到了也顶多以为他是在冷奔 他变突了也变强了 回到家后 向坤开始查询起了这只巨型猫头鹰 但找了半天 却始终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 看来这只巨型猫头鹰是刚刚变异没多久 不然怎么会没被人类发现 之前那只巨型猫头鹰应该是把它当成了猎物 现在的他同样对这只巨型猫头鹰很感兴趣 至少他现在已经可以确认 这个世界上变异成血族的不止他一个 而且这种变异也不单限制于人类 或许从这只猫头鹰的身上 可以找到一些他身上变异的原因 第二天向坤拿着螺丝刀来到了山里 昨天和猫头鹰缠斗的时间 虽然只有十几秒 但都伤得极为惨烈 流了不少血 所以两边的气味都有大量的残留 向坤顺着昨天的气味 顺利地找到了猫头鹰 但猫头鹰才刚一睁开眼 便对着向坤开始了嘶吼 张开翅膀转身就要飞走 向坤一看顿感大事不妙 连忙举起螺丝刀刺向自己的手臂 心想虽然你不是人类 但至少现在也变异成血族 如果我对你的血感兴趣 那么我不信你会不喜欢我的血 果然不出他所料 猫头鹰很快便折返了回来 看着迎面俯冲而下的猫头鹰 向坤一个翻身躲过 找准机会一把抓住鹰嘴 将它死死按在地上 但就在向坤以为得手的时候 却突然被一爪贯穿了身体 然后一把甩了出去 眼看着猫头鹰再次朝自己袭来 向坤却是邪魅一笑 随手抓起一把沙子撒向了猫头鹰 猫头鹰也没想到这人居然这么不讲武德 一时间被蒙住了双眼 向坤一个闪身来到了猫头鹰的背上 迅速制服了他 举起螺丝刀朝着眼睛刺去 星红的血液从他眼前飘过 向坤仿佛不受控制一般一口咬了上去 猫头鹰感受着剧烈的疼痛 开始了奋力的反抗 带着向坤飞向了空中 可终究还是于事无补 最终猫头鹰力竭掉在了地上 向坤踩在猫头鹰的背上 展开双手突然用力 将他的翅膀直接扯下 在血液的刺激下 向坤逐渐变得癫狂喊道 我要吃了你 在一顿饱餐过后 他的脑中又传来了新的记忆 这是属于猫头鹰的记忆 是山洞 难道这里是他的巢穴吗 那他为什么要吃石子 记忆到了这里便停了下来 向坤也在这时突然惊醒 发现眼前的猫头鹰已经死透 而且还在逐渐的化为灰烬 这也就是说他死掉 也会化为灰烬吗 看来今天的这套衣服也不能要了 还是先回家吧 他变突了也变强了 向坤回到家里 将这两次的战斗记录了下来 第一场是遭遇战 第二场他变成了主动求战的一方 看来还是要去猫头鹰生活过的地方 查查变异的原因 根据猫头鹰记忆中的画面 向坤在地图上找到了位置 再找到猫头鹰的窝后 果然和记忆中看到的一样 也和他想的一样 里面空荡荡的 想必这就是猫头鹰之前吐的石子吧 假设这猫头鹰饮血后 也会产生强烈困意 而且睡觉的时间较长 那在野外随便找个地方睡觉就很危险 所以他将石子吞入腹中 以此抑制困意 先坚持到飞回巢穴 再将腹中的石子吐出 看来这头猫头鹰也针对性的训练过 不过这些事只有回去才能一一验证了 但这次向坤好像有些试测了 走了五十多公里的路 鞋都给走坏了 没办法 他只好光着脚走回去 这时一辆汽车突然从身后驶来 司机热情的招呼道 兄弟用不用载你一程 可以吗 那真的帮大忙了 上了车之后司机好奇的问道 你怎么不穿鞋走啊 向坤尴尬的摸了摸头回道 我第一次登山经验不足把鞋穿坏了 那小兄弟你下次爬山 可要选双质量好点的鞋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附近的原始森林面积很大 这条公路本来车就少 来时也没见到 有停在路边的故障车 你是怎么走到这里的 你虽然光着脚走路 表情却很平淡 你该不会途步走了五十多公里吧 对于这个问题 向坤也是抬头打去的说道 你这眼力学过心理学吧 看气氛有些尴尬 前面的大叔赶忙出来打圆场 小兄弟你别怕 我弟弟是个刑警 职业病罢了 我叫李扬 是生命科学副教授 这是我女儿 她眼睛看不见 不过她的听力比普通人要好很多 而且能分辨出各种鸟的不同叫声 她甚至还能分辨出那些鸟发出叫声的意图 在得知了少女能通过声音分辨鸟叫的意图后 向坤也是有些震惊 以她的观感 如果拿出专门时间训练 应该也能做到分辨各种鸟的不同叫声 但这少女竟能通过声音分辨鸟叫的意图 这就相当厉害了 随后向坤开口说道 你好 我想问一下识别鸟叫的方法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 本就内向的少女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还好前座的父亲赶忙出来解围 其实没有固定分辨方法 即便是同一种类的鸟 每一只都可能有所不同 得根据周围当时的情况来判断 如果有多只鸟发出叫声的话 也需要互相比对来进行参照判断 说到底其实就是通过声音判断情绪吧 听到这里向坤又接着问道 李教授 你觉得鸟类有没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发生变异 体型变到原本的三四倍 甚至五六倍大 你是说个体还是说整个族群 个体 比如某只猫头鹰或是秃鹫之类的 那几乎不可能 因为体型变大 那体重有可能就要增加十几倍 骨骼和肌肉是承受不住的 很快车子变到了市区 向坤也在车站下了车 但车上的几人显然是对向坤很有兴趣 这兄弟三十多岁了 又是猫头鹰又是吸血鬼的 这叫什么二来着 对于父亲的话 少女却是有着不同的看法 她觉得向坤应该不是重二病 好像是想从爸爸这里听到能帮她解释的理论 不过还是感觉她很奇怪 她变凸了也变强了 在经过上次喝完变异猫头鹰的血后 向坤的感知力比之前提升了不少 就像现在这样 随便就可以建立感知模型 不过她好像被人发现了 这个女人竟然也在观察她 向坤被吓了一跳 急忙收回了感知 夜里向坤来到唐宝那家里赴约 但这才刚一进来就看到了咖啡厅的那个女生 不过她怎么又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 这让向坤都有些甚得慌 扬真而见气氛有些尴尬 一把揽住了旁边女生的肩膀介绍道 给你介绍下 这是我表妹夏利斌 尼科大学的高材生 有两个硕士学位哦 接着她又将手指向了向坤说道 这就是我说的像大神了 虽然是程序员 但是身体超壮 还练过功夫 少林武僧 内功大师知道吗 说到这里 杨真而也是情不自禁地比划了起来 但向坤却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都说了 我没练过功夫 不过话说怎么忽然想到要玩牌了 这时唐宝那解释道 老夏这丫头 老是说和我们玩没劲 嫌我们太笨 我琢磨你是程序员出身 数学应该挺好 打牌估计也挺厉害的 杨真而健壮也是补充道 别看我们老夏年纪轻轻 可是个智商140的变态 我不对 是天才 14岁就有好几所重点大学被他拒绝 结果他硬是以高考全省前三的成绩 去了个普通的医科大学 本说连读 然后又考研 向大神你虽然厉害 但是玩牌还真不一定能玩得过他 对此向坤也是有些无语 这是真学霸呀 不过这丫头怎么一直用这种眼神盯着他 接着向坤赶紧扯开话题问道 对了杨小姐 听说你在制药公司工作是做研究工作的吗 一听这话杨真儿内心已经怒了 你才是小姐 你全家都是小姐 不过表面上还是得意的说道 不告诉你 不过你要是赢了 可以向我们每人提个问题 但相对的 输了就要回答我们的问题哦 向坤一听好像不错 便答应了下来 靠着强大的胆之力 向坤在第一局不出意外的赢了 好吧 向大神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 问吧 小女子必定之无不严言无不尽 向坤笑了笑问道 请问你公司叫什么名字 你在公司做的是什么工作 你们公司的制药研究主要是哪个方向的 你们公司有几个实验室有哪些设备 听到这一连串的问题 杨真儿也是有些懵了呀 你这是要问几个问题啊 不过竟然都是有关我工作的 那我就多答了吧 我在公司是做财务工作的 公司虽然在全国排不上号 但还是有几种比较有名的药物 好吧 那下一位就问老夏吧 请问你是詹姆斯的球迷吗 听到是这个问题 杨真儿凑了过来说道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吧 我才是詹姆斯的球迷 你想问他为什么穿球鞋是吧 因为他的鞋还有衣服裤子 甚至袜子 内衣裤 全他喵是我买的 我们家老夏和一般女人不同 从小就对穿衣打扮不感兴趣 白瞎这脸淡了 听到这里向坤也是有些尴尬的摸了摸头 接着问道 那下一位唐小姐 不过唐宝那这时却是一脸的惊恐 连忙说道 等等我选大冒险 好吧 那就唱首歌吧 很快唐宝那边开始了他的演唱 唱得真好 不愧是音乐区的博主 虽然他没听懂唱的是哪国的歌 这时向坤再次察觉到老夏在观察自己 如果继续赢下去 怕是会被他看出端倪 想到这里向坤决定放些水 输几轮再赢吧 经过向坤的放水 第二局被老夏给赢了 向坤也被他要求一秒内 快速回答用什么动物来形容自己 对此向坤果断说出了牛 但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老夏又抽出来个王炸 让向坤在一秒内用一种动物同时形容他们三个人 向坤一听又是这个问题 低头想了想说道 杨真儿是猴子 娜娜是梅花鹿 那我呢 老夏盯着向坤问道 你是狐狸 不错 很有趣的回答 很快第四局开始 但这次居然是唐宝那赢了 随即他便笑嘻嘻地看着向坤问道 向先生除了健身 还有什么爱好 比如射箭之类的 你会吗 向坤听到这个问题也是有些懵 我没射过箭 不过确实有想过要去研究一下 那正好 明天是周六 怎么四个去射箭馆怎么样 此话一出三女一致表示了赞同 向坤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心想可以去研究一下 这样之后再遇到变异猫头鹰之类的怪物 可以用弓箭 眼看时间不早了 向坤也决定先回去了 但在向坤离开后 杨真儿却和老夏在客厅开始谈论起了他 怎么样老夏 你对向大神怎么看 对于这个问题 老夏也说出了自己的分析 他不论是说话还是打牌的时候 都很喜欢盯着别人的脸看 警惕心比较强 他明显能够计牌 而且没有盯着自己的牌或桌上的牌多看 对数字的记忆力很强 在第一局之后 他明显开始放水 说明他胜负心不强 几轮之后他想赢时 却被你们两株队友坑 不过也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性格不强势 我怀疑他有病 总之我现在对他很感兴趣 一听这话杨真儿也是懵了 啥感兴趣啊 那可是你那那姐的相亲对象啊 他变突了也变强了 向坤如约来到射箭馆 没想到这里的老板也是个光头 看到同为光头的向坤 能同时跟三个美女约会 光头老板怎么能不眼红 上来就是走到向坤身后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兄弟 我是这家店的老板 敢不敢跟我比几件 你赢了 我给你们免费 要是我赢了 麻烦给我介绍介绍三个美女呗 听到这里向坤已经有些生气了 一把甩开了光头老板的手说道 不好意思 我不会拿我的朋友做赌注 用来这无聊的比赛 怂就怂呗 找啥借口啊 真给咱们变强一族丢人 听到这话一旁的杨真儿就有些气了 这什么玩意啊 爷们点 向大神 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见杨真儿话都已经放出去了 向坤也只好硬着头皮伤了 随后两人来到了比赛场 光头老板举起手中的弓说道 那我先说好啊 咱们每人八件 最后看谁的分数高 好 向坤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 比赛开始 光头老板一把将功拉满心里想着 跟我比 我可是专业的 小杨 你死定了 很快光头老板的八只剑便稳稳地射中了把心 在轮到向坤的时候 光头老板还不忘嘲讽几句 不是我说 兄弟你这动作都不对 用不用我教一教你啊 谢谢 暂时不需要 对于光头老板的话 向坤满是不屑 而在一旁观战的三名女生却早已躲在了柜台后面 反观向坤虽然是第一次接触射箭 但是这种感觉已经找到了 接着右手一松 搜的一声剑就飞了出去 但向坤也是被吓了一跳 自己刚刚好像忘记收力了 一剑射出直接化作一道冲击波将靶子打穿 就连光头老板的衣服都被冲爆了 果然不愧是报衣大神 跟谁比赛都能报衣 见此情况向坤连忙道歉 那个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但此时的光头老板已经彻底软了 只能用最后的一口气颤颤巍巍地说道 你赢了 今天你们全场免费 他变突了也变强了 脱了向坤的福 众人在射箭馆免费完了半天后准备回家 不过在车上 杨真儿确实对着向坤调侃了起来 我说向大神 你到底是不是人类啊 射个剑都这么夸张 你是不是什么异能者啊 就在他说话的功夫 一旁的唐宝那突然喊道 真儿看路啊 哐当一声 撞了 但好在大家都没事 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句 开车的时候不要分神 多注意前方 随后杨真儿便下车要跟对方道歉 表示他愿意负全责 毕竟这是他的错 对方也不想找麻烦 表示给个五百块钱就行 可就在杨真儿要转账的时候 向坤却拦住了他说道 还是报警走保险吧 当然他这样说不是没理由的 因为在他的感知中 车里有迷奥和孩子的气息 所以对方可能是人贩子 但杨真儿却想就此稀释宁人 毕竟这么小的事故 走保险也不划算了 不过向坤却表示 正好趁这次把保险钢换了 反正去年和今年都没出过险 出一次明年保费没影响 接着又给杨真儿使了个眼色 杨真儿见状 也只能强颜欢笑地 打起了保险公司的电话 心中不禁吐槽 大哥我今年出过三次险了呀 你见过被追尾后的车主 不仅不生气 还主动降价的吗 在听到向坤要报警后 对方一下子就慌了 连忙表示这点小事故 用不着报警了 拿个二百块算了 大家都省事 不过向坤却是认真的说道 大哥稍等一下吧 我们这车也要修呢 您放心 现在也不赌 交警和保险几分钟就过来了 听到交警和保险马上就到 对方立马就慌了 连忙向着车内跑去 一边跑着一边说着 那不用你赔钱总行了吧 我们赶时间 实在等不起 先走了 但向坤怎么可能让他跑了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说道 大哥你别走啊 稍等一下 很快的 一旁的唐宝那也补充道 大哥你这要是走 我们可直接跟警察说 你肖是逃逸了 车上的黄毛司机 见撞气冲冲的走了过来喊道 报警报什么警 你个死光头 让你管闲事 老黑一起上 眼见着两人就要动手 向坤也没办法只能动手了 一个闪身躲过两人的拳头 接着一把将老黑扔到了黄毛的身上 凌空又是一脚 将两人的衣服直接踹爆 这时车上又走出了两个妇女 带头的胖大姐嘴里还嘟囔着 老黄和大黑都被干倒了 这一票失败了 咱俩快跑吧 此时三女才发现这车的不对劲 赶忙让唐宝那报警 胖大姐见状上来就是摆出架势 准备使出广播五权第一事 你老迈老蛮横不讲理 可老夏怎么会管这些 上去就是给她一脚 旁边的女人见情况不妙 转头就要跑 却被杨真儿和唐宝奈给拦住了 这时女人直接掏出一把银针威胁道 死丫头们给我让开 不然扎死你们 说话间她便拿着针冲了过去 不料却被老夏直接绊倒 接着老夏拿出一根圆珠笔 放在了她的眼睛上威胁道 别动 除非你想变成瞎子 随后几人来到警局 对于相昆每次遇上这种事都自己解决 陈警官已经无力吐槽了 还是那句老话 御事不逞强 先打110 作为一只吸血鬼 相昆也觉得怪可惜的 索性就在网上学了麻辣兔肉的制作方法 做了一盘麻辣兔肉 可她自己又不能吃 也不知道味道如何 于是便敲开了邻居家的门 让小铃铛和她的妈妈尝一尝 就在她和小铃铛说话的功夫 妈妈也走了出来 恋带微笑地邀请相昆进来一起吃 可相昆根本吃不了这东西 只能谎称刚刚在家里吃过了 回到家后 相昆突然接到了陈警官的电话 说是他救下的孩子的家人 想要在经济上感谢一下他 对此相昆本来是想拒绝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也只是恰逢其会 因刹阳错下做了好事而已 不过在陈警官的劝说下 最终他还是决定接受这份好意 毕竟他现在确实很需要钱 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 两个小孩的家人居然给了二十万 这可把相昆吓了一跳 他本来还以为就几千左右就足够了 没想到对方一出手就如此阔处 看来这两个孩子不一般啊 傍晚他来到超市采购 心中想着 昨天饮穴后 再次尝试与物体建立联系的能力 这次居然成功了 可以轻松操控纸巾和硬币 只可惜稍微重一点的手机却不行 不过他感觉只要多练习练习 日后应该也不成问题 但是话说回来 上次制作兔肉导致配料不够 如果尽可能的收集各种配料 以后或许可以紧停闻到的气味 就可以反向推断出菜肴所用的调味和使用比例 进行各种针对性的微调 以适应不同的口味 这样的话 成为特级厨师应该也不难吧 想到这里 他决定等妈妈过生日时 给他准备一桌美食 这绝对是能让他惊喜的生日礼物 不过昨天和唐宝纳他们约好了周末来家里打牌 看来得多准备些零食和饮料 这段时间和他们一起远足打牌射简 似乎都是他们约的 作为朋友向坤觉得自己也不能太冷淡 而且家里除了兔子也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周末向坤约了三个女生来家里打牌 不过他家里空荡荡的 家具也少得可怜 也就只有兔子这一个秘密了 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 可没想到杨真儿刚一进来就发现了兔子 还和唐宝纳一起在那讨论了起来 好肥好大的兔子 你怎么养的呀 对此向坤也只能尴尬的摸了摸脸说道 就多喂点 你们要注意点 他会咬人的 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养宠物 还是兔子 听到这话向坤已经尴尬的说不出话了 随后几人便开始打起了牌 唐宝纳提议 今天没有真心话只玩大冒险 而且输的人还要请吃饭 不许抵赖他 向坤文言也知道今天绝对不能输了 看来这次不能放水了 但相比于向坤的严阵以待 几名女生的神情却很轻松 还聊起了八卦 话说咱们从人贩子手里就出来的那两个小孩 好像来头部小了 我爸说那俩孩子爷爷是临省商界大佬 这时老瞎又补了一句 他们昨晚还打电话跟我道歉呢 一听这话众人都是愣了一下 你是说那两个孩子的父母跟你道歉 是啊 他们好像是误会我没办法留在本市医院 于是找了关系 要把我留在现在实习的医院 后来才知道我是主动调去海西省的 所以现在我去海西省的时间得往后推了 也难怪人家误会 刚毕业的大学生 哪个不想留在大城市大医院 看来那两个孩子的家人是要报答咱们 咱俩是沾了像大神和老夏的光了 其实咱俩啥也没干 不过唐宝纳却是一脸坏笑的说道 你可是大功臣呢 你不追尾会有这些事吗 接着唐宝纳又看向了向坤问道 那他们有联系你吗 他们怎么感谢你的 给你安排了个工作吗 向坤也没有隐瞒的意思 听到小孩父母给向坤转了二十万 唐宝纳都馋得流口水了 那今天一定要赢你了 让你请我们吃顿大餐啊 但梦想总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打了半天 不出意外的每一次都是向坤赢 接下来处罚时间 唐宝纳和老夏都配合的换了发型 唯独杨真儿死活都不肯 经过这场排局 向坤对三里的性格和打牌的风格也有了基本的了解 通过他们的心跳和呼吸节奏 身上气味的变化 脸上表情的改变 来实时判断他们手中的牌 在判断出老夏成牌率很高的时候 向坤会尽早弃牌 或者他在虚张声势的时候 就将计就计加高筹码 反之在自己排好的时候 就会不设陷阱使他判断失误 以更大的优势与他进行一为一的对决 所以向坤每一次都能赢 这时一阵敲门声突然传来 原来是邻居过来还盘子 还表示向坤昨天送的麻辣兔肉非常好吃 简直就是大厨啊 两女一听到兔肉顿时就傻眼了 原来是用来吃的呀 在知道了向坤是大厨后 唐宝那怎么可能放过他呢 当即便要让向坤做菜给他们吃 向坤尴尬的都说不出话了 只好支支吾吾的说道 我这个月才学的做菜 让我准备准备 过几天我一定给你们准备一大桌丰盛的美食 嗯 那就约个时间好了 不过为什么是兔肉 不能做别的肉吗 好吧 下次我试试牛肉 之前在探索那只巨型猫头鹰的巢穴时 向坤找到了个一次能够抑制饮穴后困疫的方法 那就是吞狮子 相比起其他食物 狮子在胃里的感觉有些不一样 可以隐约的间断性的感受到狮子的轮廓 然而狮子才刚一吞下去 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接着他便掐住脖子在屋里跑来跑去 原来是被狮子卡住嗓子了 这种感觉真的太痛苦了 经过了好一阵的折腾 终于是将狮子给吐了出来 这次他差点就成为了第一个被狮子噎死的吸血鬼 捡起地上的狮子后 他想了想下次还是换个小一点的吧 利用狮子在腹中翻滚想要呕吐的感觉来保持清醒 这个方法应该行得通 不过看来要多来几次才能适应 呕吐的过程并不区分胃里要吐什么 所以只要能抑制住那颗狮子 就能抑制住呕吐感 那胃里的其他东西自然也能待得住 多加练习或许可以适当地吃些流体食物 而另一边 三个女生也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讨论起了相昆 他们本来是想今天完牌 无论谁赢了相昆 都要提出让他请客的要求 结果没想到他们没一个人能赢得了他 他简直就跟赌神一样 而且如果不是邻居过来 他们还不知道这兔子是用来吃的呢 不过老夏却表示那本来就是肉食兔 这时唐宝纳提出 要不然下次让相昆试着做一道麻辣兔肉 一听这话旁边的杨真儿就不干了 绝对不要 打死我都不吃 那上次和你一起去乡下看你六叔公 他把自己养的珍珠鸡杀了给我们吃 你也说绝对不要的 最后还不是你吃的最多 那是鸡吗 而且做的那么香 人家也忍不住吗 说着说着杨真儿的脸就红了起来 唐宝纳见他说的脸都红了也不好再问下去 于是又转头对着老夏问道 你以前玩扑克不是挺厉害的吗 怎么今天一局都赢不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是能猜到我的打算 不过下次让我和他一对一玩一局试试 说不定能赢 听他这么说 一旁的两女顿时就傻眼了 这不就是明摆着说他们拖后腿了吗 回到家后 老夏将这些天对相昆的观察与研究一一列举记录了下来 你敢相信吗 这个光头壮汉两眼放光 连衣服都爆开了 居然只是为了炒菜 相昆让唐宝纳他们先在外面等一会儿 还有几个菜马上就做好了 没过多久 相昆便端了一盘子兔肉出来说道 你们稍等一下 我去给隔壁送点菜 杨真儿和唐宝纳面面相去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他这是还开了第二战场吗 但没过一会儿 相昆便端着一个电饭包回来了 原来他是用菜换米饭去了 看着桌上丰盛的菜肴 而且还全都是肉 色香味俱全 杨真儿的口水不自觉的就流了出来 迫不及待的便加了一块肉品尝了起来 一边吃着一边夸赞着相昆的厨艺 这也太好吃了吧 这是什么肉 好嫩啊 兔肉啊 现杀的很新鲜 一听这话 唐宝纳有些不厚道的捂着嘴偷笑了起来 心想真儿不吃兔兔 我要看看他现在的表情 接着满心期待的转头看去 结果竟然看到杨真儿还在那大口吃肉 一点都没有在意这是兔肉 嘴里喃喃的说着 爱马 真香 这还真是逃不掉的真香定律啊 第二天早上向昆颖削起来后 决定再试一次和物体建立联系 首先选择的就是硬币 在接连投掷了几次后 果然如他所想一般 能不能投中在出手之前就能够确定 如果不能投中 可以放弃投掷继续调整力度 在那么一瞬间 他感觉这四个物件 就仿佛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如果能够建立联系是更复杂的东西 比如一辆汽车一架飞机 一台复杂的机器或者其他的 那时候会发生什么 是会变成与那辆车人车合一的驾驶者吗 还是只能感知到那辆车的运动轨迹 想到这里向昆又开始集中精神练了起来 但桌上的纸巾和依旧纹丝未动 果然想要靠意念移动物品还是有些难度 自从成为吸血鬼后 向昆在不饮血的时候 不需要睡觉 也不需要吃饭 当沉浸在某些事情中时 时间的流逝几乎都感觉不到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士林妈妈的声音 不过他脾气一向很好的 怎么会和邻居吵架呢 门外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为此向昆连忙闭上眼睛集中精神 感知着外面的情况 原来是一个泼妇正在对着士林妈妈的门前大骂 你个狐狸精勾引我老公 这房子也是我老公的 今天你必须滚出去 士林妈妈见状一把将小铃铛护在身后大声反驳道 我当初根本不知道他结婚了 是他骗了我 我恨透他了 早已经不再见他了 所以请你们离开 不要再打扰我和小铃铛的生活 看到这里向昆也觉得这是有点麻烦 再闹下去怕是会发生肢体上的冲突 更何况刘士林这小丫头也还在里面 不过也不能报警 不然事情闹大了 刘士林妈妈会被邻居们嚼舌根的 不论最后这房子归谁 至少现在士林妈妈才是业主 他们要征房子的归属权去法院好了 这时门外的一个男人突然说道 看你还挺风骚的 不如跟老子算了 一听这话士林妈妈也不跟他客气 上来就是给了他一个耳光 你这骚娘们敢打我 我妈都没打过我 你敢打我 这真的是岂有此理 说完男人便晾出了一把短刀 直直地朝着士林妈妈刺了过去 危机时刻 一只手挡在男人的脸上 突然一用力直接将男人扇飞了出去 这一下向坤明显是收力了 对方连衣服都没有包 只是把他的假发给薅了下来 见男人被一掌打飞 一个平头壮汉脱下外套走了过来 但向坤却是警告道 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 在我没报警前赶紧滚 话还没说完 平头男的拳头已经打了上来 向坤只是随手一挡便将这拳挡下来 随后一边躲避拳头 一边想着 之前答应过陈警官不乱来的 那就稍微给你点小教训吧 接着他一脚将平头男绊倒 右手抓住了对方的腰 左手高高举起一巴掌就拍了下去 接连啪啪的几声 让平头男疼了个撕心裂肺 在向坤松手后 三人便狼狈地落荒而逃了 平头男带着一帮小弟堵在了小区门口 向坤丝毫不慌 独自一人朝着他们走去 这时一个精神小伙突然掏出小刀 气焰嚣张地指着向坤说道 你敢动我东哥 信不信我捅死你 但他话还没说完 向坤就一把将他持刀的手给抓住了 随即又抵在自己的胸前说道 捅我你可以试试 随后眼睛一瞪 便使出了精神震慑 刚刚还在叫嚣的精神小伙 顿时感到全身发软 背吓得跪倒在地 平头男见状也是有些怕 冷汗直流地对着向坤说道 你混哪的 想知道我混哪的 我给我大哥打个电话 让他跟你说 说着向坤便拨打了陈警官的电话说道 陈警官 有五个人在我家小区门口读我 其中一个还带着管制刀具 威胁说要捅我 说完向坤便将手机递给了平头男 给 我大哥要跟你说两句 平头男接过电话后 背吓得冷汗直流 有些哆嗦地说道 陈哥呀 没没 是误会都是误会 我和他闹着玩呢 说着他便摆手让小弟们赶紧撤 果然这个陈警官还是有点东西的 只是说了两句便把平头男给吓跑了 向坤也在和陈警官道完谢后挂断了电话 可电话才刚一挂断 长斌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还说要开车过来接他 原来是自成回来了 说是他在美国那边的公司做不下去了 卖掉了 具体情况也不清楚 等下见了问他就是了 说着他又开始关心起了向坤和奶奶的进展 向坤见状连忙摇头否认 表示他们就是普通朋友 但长斌却说 对 奶奶也是跟他姐姐这么说的 先做普通朋友就对了 就是这个节奏 你以前上来就猛攻 结果都被你吓跑了 对此向坤也是有些懵 这相亲不就是这样的吗 话是这么说 但除非对方也一眼看中了你 不然你太过主动给人太大压力的话 就可能会让对方退缩 这话以前你怎么没跟我说 这不是才想到吗 来到车站 向坤也看到了身材有些发福的刘闯 长斌让他先去打个招呼 自己先去把车停好 向坤下了车之后边走边响 真是好几年没见刘闯这小子了 我来好好吓吓他 随后他便走上前去 故意撞了一下刘闯的肩膀 刘闯下意识地骂道 卧槽 你没长眼睛吗 向坤故意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道 你说啥 我刚才是不是撞到你了 要不要我请你吃个饭 给你赔个礼 刘闯见状也是有些怕了 冷汗直流结结巴巴的拒绝 这时向坤又指了指自己的肩膀说道 那你请我吃饭吧 我这肩膀都肿了 虽然向坤是开玩笑 但刘闯却是真的被吓到 害怕地抱着头说道 你想勒索我 我不怕 向坤看到他的反应也是笑了 一把搂住了他的肩膀说道 自成啊 咱们不是都约好了吗 你叫我自成 难不成 你是向坤 我去 是你小子啊 你没得吓死我了 随后赶来的长兵 听着两人刚刚闹出的乌龙 也是不厚道地笑出了声 自成 你也太怂了吧 那你来试试 一个长得跟巨石强僧似的大汉过来找茬 换你你也怂 这应该是向坤变成吸血鬼后 第一次吃正常人的饭菜 为了吃这顿饭 他刚刚特意找借口去卫生间吞了两颗狮子 现在在饭桌上才能勉强吃点东西 这时刘传有些关心地问道 我听阿斌说你之前的公司关了 如果还没安排新工作来帮我怎么样 你可别说了 他心心念念要留在这座城市 怎么可能跟你去 他的工作你就放心吧 只要他卸够了 我随时能给他安排 听着两人的对话 向坤有些甘大的表示 我想着过一段就把房子卖了 回老家去 不做互联网了 准备开个养殖场养养鸡啊鹅吐啥的 不是吧 公司倒闭对你打击这么大吗 没有了 和公司无关 毕竟我年纪也不小了 不过话说自诚 你在外国也没带个金发女友回来吗 不会是到了国外 还不敢单独和女生说话吧 我可是爱国青年 喜欢我们自己国家的牛 不信的话 吃完饭去酒吧 我证明给你看 我现在的搭讪能力超强 但长冰却是扶着额头拒绝了 表示车就留给他们了 刚刚王寒来电话 让他吃完饭就回去 这块结婚的人就是不一样 相坤和自诚两人一边说话一边往酒吧走去 突然巷子旁边传来了一个流里流气的声音 小姐姐们一起来玩呗 相坤转头一看 原来是个流氓正在调戏两个身材火辣的美女 他暗自感慨 现在的小流氓真是胆大妄为 相坤本来还打算建议勇为一把 结果却惊讶地看到 其中一个看上去柔弱的短发美女 一把抓住小流氓的手艺使劲 就让小流氓连连叫疼 不断哀求 姐姐我错了 你不是说要来酒吧证明吗 怎么这就拒绝了 自诚挑了挑眉表示 那是酒托 是看在前的面子 才来和咱们聊天的 我们要真正思想和思想 灵魂和灵魂的交流 不错吗 果然有长进 一眼就能认出酒托 这不明白着吗 咱们俩一个四眼肥仔 一个光头 怎么会有正常妹子过来搭讪 这话说得像坤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咋接了 居然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 随后自诚指了指后面说道 比起这些 你不觉得后面的这两位更引人注意吗 像坤侧头一看 竟然是刚刚在门口的那个女人 接着笑嘻嘻地伸手拍了一下 自诚的肩膀说道 自诚眼光不错呀 赶紧上去搭话吧 你好歹也是海归 当过CEO的人哪 肯定没问题的了 对了 不过你要小心点 也有可能会变成刚刚门口那搭讪的 小混混一样的下场 他这话可把自诚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为了壮胆 自诚随手便端起桌上的酒一饮而尽 接着虎离虎气地说道 靠 谁怕谁呀 干就完事了 像坤见他这么胡 赶忙将他拉住 凑到他耳边出起了主意 让他等会这么说就行了 但自诚却是听得一愣一愣的 两位美女姐姐 我刚无意中看到两位好像遇到了什么难题 我叫刘闯是刚回国的海归 不过我还有个身份 是茅山的俗家弟子擅长看向 那个 你是神棍吗 别这么说嘛 你们可以先听我通过面向得出两位的信息 如果说错了 我立马就走 短发美女一听 有意思 那你倒是说说看 你刚从国外回来 而且时间不会超过一周 原本有些漫不经心的短发美女 听到这话露出了一副吃惊的样子 自诚便知道自己说对了 随即又转头对另一个美女说道 你是研究生吧 而且你们两位晚上吃的是火锅 两个美女都惊讶极了 追问自诚是怎么知道的 而自诚所说的这些 其实都是像坤刚刚教他说的 虽然在酒吧中声音有些嘈杂 但像坤还是能清晰地听到两位美女的聊天信息 原本像坤以为有这些信息开路 自诚可以跟两个美女好好的聊一会 却没想到才没几下 自诚就招架不住两个美女的追问 转头就把像坤给出卖了 只见他伸手一指像坤说道 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 他才是算命的 短发美女打量的像坤说道 你朋友说你们是毛山道士 不过我看你更像和尚 像坤听了后有些无语的回道 他在开玩笑 我只是自学了一阵子算命而已 见美女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像坤拿出一张折叠过的四指 对着两个美女说道 这样吧 我们玩个游戏 我闭眼不看 你们在这纸上写字 我如果猜中了你们写的什么就算我赢 说着他便将这张建立过感知联系的 四指递了上去 短发美女一听也来了兴趣说道 好啊 如果没猜中 你们就去门口大喊三声 我是骗子怎么样 像坤很是干脆的回答 可以 像坤将建立过感知联系的 四指递给了两位美女 和他们打赌 自己可以闭眼不看 就猜到他们在这纸上写的是什么 游戏开始 像坤背过身去 因为已经和四指建立了超感联系 所以现在他即便不用感知能力 也能轻松得知上面写的是什么 随后像坤一脸自信的说道 我本以为你会写比较复杂的生辟字或者繁体字 没想到竟是简单的汉语数字6 我猜的没错吧 两位美女也是被他爆出的数字吓了一条 还以为他是偷看了呢 但短发美女却是否定的说道 不可能我明明一直在盯着他 一定是巧合 这次换我来写 接着他便在纸上一连写下了几个生辟字 结果无一例外的都被像坤给猜中了 见短发美女仍不死心 像坤有些尴尬的说道 那个这张纸差不多快写满了 短发美女被他这么一提醒 不禁浑身颤抖了起来 颤颤巍巍的说道 最后再猜一次 张倩 这是你的名字吗 正确 好吧 我承认你确实很厉害 你赢了 随后众人也准备离开了 临走前短发美女突然问像坤 你那张A4纸送给我怎么样 但像坤却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他 不怎么样 这是我的传家宝 那卖给我吧 你开个价 还是算了吧 这个是非卖品 小气鬼 那你叫什么名字 这总能说吧 我叫一修 看着两位美女离去的背影 像坤还是一脸的懵逼 在两人走后不久 自成才突然想到 他们好像忘记要微信了 对此像坤也是有些无语的表示 我只是聊机 你都不要我要什么 回到酒店在电梯门打开的瞬间 他们竟然又遇到了 刚才的那两位美女 这还真是有够巧的呀 几人在简单打过招呼后 便走出了电梯 自成有些自恋的对着像坤说道 这两美女不会再跟踪我吧 你可得保护我呀 那短发美女明显失恋过的 见她如此自恋 像坤也是不禁吐槽道 你想多了 人家两个女生跟踪你涂啥 涂你岁数大涂你不洗澡吗 很快到了第二天中午 在送走自成后 像坤也该回去进行新一轮的饮血了 可没想到她才刚一回到公寓 就在走廊里听到了两位大妈在谈论着什么 说什么小三搬走了也好 不然她见一次就骂一次 做什么不好偏偏做小三 听到他们的话后 像坤这才突然反应了过来 失灵母女好像搬走了 随即她便发动感知 果然房间里已经全部搬空了 不过她家门口怎么有个纸盒箱 这好像是失灵家的电饭锅 还有小失灵的话 他们母女无依无靠的会去哪呀 还是用之前送给失灵的硬币感知一下吧 通过硬币的感知 像坤知道失灵母女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索性先不去想这些了 不过话说回来不知道和这石头建立联系后 吞下她能不能控制近视后呕吐的感觉 可以的话就能将她当成一个备用的远程武器 如果与水果刀建立联系 再加上她的臂力 那不就是现代版的小李飞刀吗 虽然杀伤力小了不少 但远程还是挺管用的 说干就干像坤当即便开始发动能力建立联系 不过以后如果再次遇到巨型猫头鹰一类变异生物的话 还是去弄把高磅术的狩猎复合弓比较实在 之前自称说她看起来像巨石强僧 可如果单看外在肌肉围堵 她和巨石强僧也差得很远 但是现在如果割下一块同体肌的肌肉来撑凉 无论是巨石强僧还是其他人都不会比她重 就是为什么没有头发吗 之前的猫头鹰也没有秃啊 真无语 这时沙发上的手机突然响了 一看消息 原来是老下过几天就要去海西省了 娜娜也马上要过生日了 邀请向坤过来聚一聚 第二天向坤独自一人走在街上 突然听到一阵激情的音乐 这歌让她想到了中学时期仗剑天涯的梦想 那种背负着世人的不理解 依旧行侠仗义虽千万人无往以的悲壮感 这时那只巨型猫头鹰突然出现在街上 所有人都在疯狂逃窜 但向坤却摆出了一个风骚的姿势 拿着一把剑就冲了上去 就在向坤还沉浸在自己的英雄梦中时 眼前的场景却突然变回了现实 直接给她整了个大型射死现场 卧槽 太羞耻了 刚刚这是怎么了 难道她现在是容易被音乐影响的体质吗 向坤在反应过来后赶忙捂住脸 飞快地逃离了现场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刚刚她的大型射死现场 全都被一个女生给录了下来 还给她起了个光头忧郁男的标题 准备送她上热搜 向坤又火了 有人接拍到了她忧郁的样子 上传到了网上 结果就被大家各种批图鬼畜 现在已经有一千多万人观看了 向坤一看手机 这不是她那天在街上听到歌曲时的反应吗 这下她真的是彻底射死了 不过眼下她也没控管这些事了 因为她答应了参加那年的生日 不过到底要送什么礼物呢 她到现在还没什么头绪 需要记录一下 然后再逐个筛选 娜娜虽然不是大手大脚花钱的人 但同时也一向不怎么缺钱 如果是她喜欢的 基本上早都已经买了 而且她自己选的肯定要比送的好 看来只有第三条可以选了 那就自己亲手制作一个木雕吧 娜娜一定会喜欢的 说干就干 向坤拿起磕刀 建立感知联系 开始塑形成为身体的样子 对着木头就是认真雕刻了起来 没过多久 一个栩栩如生的木雕就雕好了 向坤一边擦汗一边想到 还好成功了 如果失败就只能送买的水晶百件了 这个木雕娜娜一定会喜欢的吧 很快就来到了娜娜生日的那一天 向坤带着礼物来到了约定的KTV 心想今天是饮穴的日子 送完礼物就找个机会离开吧 再走进包厢后 向坤便直接把礼物递了上去 娜娜接过礼物也是有些好奇 这是什么呀 怎么这么重 是我自己做的 你回家后再打开看吧 我有些急事 你们玩得开心点 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她便转身就要走 但却被娜娜一把拽住 来都来了 怎么说也得进来一起玩一下吗 杨真儿见到向坤来了 一把将他按在了沙发上 开始对着大家热情的介绍了起来 这就是像大厨向坤 他可是烹饪界的天才 学做菜不到两个月 已经比外面一流的餐馆都做得好了 还有还有他还算是网红哦 说着他便将向坤的一系列事迹一一罗列出来 搞得向坤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接着众人举备一同庆祝奶奶的生日 可此时向坤渴望饮穴的饥饿感却越来越强烈 心想等会真的要找个借口赶紧溜了 不然会出大事 果然没过多久 他的脑中就已经传来了嗡鸣声 看来是不行了 忍耐已经快到极限 必须要赶快回家饮穴 于是他借口说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 要先回去了 两人在简单的寒暄过后 向坤便走出了包厢 可就在这时 娜娜的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两名小混混 上来就是对着奶奶一阵调戏 而此时的向坤已经被饥饿感搞得快窒息了 要是不赶快饮穴的话 恐怕就真的要出事了 突然他感知到了在KTV门口 娜娜被两个混混欺负的场景 就在这危难之际 向坤突然闪现了过来一把将混混直接拎起 一旁的同伴健壮还想上来帮忙 向坤一脚将他踢飞 接着一把将人按在了墙上 恶狠狠的说道 我现在超恶的 说话间他的牙齿已经变得尖锐了起来 口水也止不住的流了出来 还好这时娜娜及时喊了一声 这才将向坤拉回了现实 刚刚一瞬间他的意识 被饥饿引起的暴躁情绪给干扰了 就连娜娜看到这一幕也是有些惊讶 在他的印象中 向坤一直是一个温柔有耐心的人 为什么今天会突然这么反常 而且还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向坤也知道自己刚刚太冲动了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你先回包厢吧 我就先回去了 嗯 没事的 那你路上也小心点 到家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哦 好的 虽然向坤现在很想早点回家 不过他也是有些担心 那帮小混混会在他走后过来闹事 所以向坤决定要先解决他们 随后他便发动感知能力 开始感知那两个混混的所在 没想到这两个混混的老大 还是那个平头男 平头男听的小弟的描述 也是感觉有些熟悉 光头看着长得很壮 力气也很大 大概一米八左右肩膀还很宽 他现在有九成概率能判断就是向坤了 于是他告诉小弟这个哑巴亏你就吃了吧 那个光头不是我们能惹的 之前我带人去赌他 就被我们骗区的几个阿瑟找了麻烦 还被分局刑警大队的人叫去谈话 我派人偷偷调查过那光头 表面上是程序员 但实际来历很神秘 虽然不是警察 却和刑警大队有很深的关系 而且几个月前电视上报过的那个越狱通缉犯 就是被他送进局子里的 我怀疑这光头可能是专门替官方处理一些特别事情的人 听着老大的话 小弟们也是不禁猜测了起来 有觉得他是退伍兵王的 也有觉得他是重生的休闲者 总之就是越说越离谱 听得像坤都感觉有些无语 这都啥跟啥呀 不过只要他们不去找那那的麻烦就行了 现在他的当务之急还是得先赶紧回去饮血 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吸血鬼吗 这是像坤刚变异时 在网上发的提问帖子 没想到这么久了 竟然真的有人回复 果然他不是唯一的人类变异者 在见过巨型猫头鹰后 他就觉得这世上应该还有其他的同类 不过这会不会只是有人觉得好玩搞的恶作剧 而且这看名字也不像是本人了 于是像坤决定先不回复 明天找个安全的地方再回 这家咖啡厅没有摄像头 就算是黑客没有摄像头 应该也无法窥探到他的样貌吧 两人在网上经过一番简单的对话后 约定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到时他会穿一件蓝色的上衣 第二天像坤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咖啡厅蹲点 第一次约见同类 他谨慎地来到了对面店里 找了个视野开阔的地方 观察着咖啡厅的情况 果然没过多久 对面咖啡厅出现了一个穿着蓝色上衣的女人 看样子和照片上是同一个人 但从味道上来看 这个女人只是个人类不是吸血鬼 这时蓝衣女人还在打电话抱怨 说是有人让她去咖啡厅等人 还要穿着深蓝衣服 搞得跟间谍街头似的 而且这衣服还累得要死 不出像坤所料 这只是个鱼儿 那个同类估计也在某处观察着这一切 女人见等了许久也没等到人 便气冲冲地离开了 像坤见状也只好亲自出马了 走进咖啡厅后 像坤通过寻找数据库中不存在的气味 可以确定的确有一个吸血鬼来过 经过一番询问 他从服务员口中得知 刚刚的确是有一位很帅的男士 和一个脏便女来过 这下终于有线索了 随后像坤通过感知能力 发现他们应该已经离开了步行街 继续扩大感知范围 突然他将目光聚集到了两个背影上 找到了就是他俩了 但在像坤感知到他们的瞬间 那个男人也好像发现了他一般 突然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现在像坤可以确定 这肯定是他的同类 他也发现了自己 难道感知能力会有共鸣吗 像坤赶忙向外跑去 心里想着不知道是敌还是游 越来越近了 现在还不能确定他俩谁是吸血鬼 如果都是的话他该怎么办 这时他突然感应到 那两人居然分开行动了 是想包家伏击他吗 没等他多加思考 他的脑海中就又多出了另一道感知 很明显对方也在探查他 顺着感知的方向看去 像坤终于看到了对方的身影 连忙朝着他追了过去 心里想着是福不是祸事祸躲不过 他这次就要会回这个同类 跟着对方的脚步 两人最终来到了天台 男人见他终于追上了 转头缓缓地说道 可以啊 还真是追上我了 不过话说回来 咱们约好到这座城市来见面的 你白天放了我鸽子 为什么现在又跑回来 不过也无所谓了 迟到的见面总比错过强 你发现我的时候 是不是第一反应想要逃跑 但是本能地想要和我接触看看 这是我们的宿命 弱肉强食物尽天择 这对其他人来说是大自然的选择 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命运的召唤 是血液里的诅咒 无法反抗的 但你也不要害怕不要紧张 更不要担心 因为我不一样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会解答你所有的疑惑 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会帮你指引方向 还会保护你 说完这些他便伸手抓向了相昆 还好相昆早有防备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身为同类相昆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他的想法 两人的战斗一触即发 不过因为相昆才刚变异不久 在简单地交手几招后 就慢慢地落入了下风 好几次都险些被一招秒杀 男人见相昆毫无抵抗之力 看了一眼旁边的护栏 便折下了两根当作武器 只见他一脸不屑地说道 老实说 我还是第一次吃同类 真不知道你是什么味道 接着他便朝相昆刺了过去 相昆起初还能勉强招架两招 但最终还是被刺中了胸膛口吐鲜血 身受重伤地被逼到了天台的边缘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相昆突然发出了一声怒吼 引起了一阵剧烈的爆炸 让他得以暂时脱身 处在半空中 随后又开始了战斗 这次他倒要看看谁才是狩猎者 经过几轮的过招 相昆能感觉到 虽然他变成血足的时间比自己早 但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 都不过如此 而自己一直都在训练 所以他不可能打赢自己 之后相昆将力量汇聚在拳头上 趁着对方下落的瞬间 一拳轰在了他的肚子上 这一拳也将对方彻底中创 此时这位同类也是不禁感叹了起来 这个秃头怎么这么厉害 说完转身便要逃跑 但相昆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他跑多远向昆都会紧紧的跟在他后面 都跑了这么远了 也是时候该做的了断了 向昆瞪大眼睛使出精神震慑 但对方好像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一般 还露出了一副诡异的笑容 突然地底冒出了一只长相争鸣的巨型怪物 面对突然从地底冒出的巨型怪物 向昆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手更是止不住的颤抖 心里想到 我不可能打败他的 我会像变异猫头鹰一样被杀掉 然后灰飞烟灭 不过很快他就察觉到了不对 这个怪物为什么这么久了都不攻击他 这到底是为什么 回到现实 男人已经将匕首架在了向昆的脖子上 就在他一脸自信准备解决掉向昆的时候 持刀的手却被向昆一把抓住 只见向昆紧闭双眼一把夺过他手中的刀 瞬间将他抹了脖子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不带一丝拖延 此时身后的怪物也在缓缓消散 而他则是捂住了脖子 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向昆 向昆也在他的鲜血刺激下 彻底激发了心中饮血的渴望 接着便一步上前将他直接踢飞 掐住他的脖子就是往死里揍 任凭他怎么求饶 向昆都没有任何反应 有的只是对鲜血的渴望 在饮过了他的血后 向昆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些记忆 原来他名叫郭天象 第一次饮血是在2013年 这么说他变成血族至少有9年以上了 而且这9年来也没少杀人 比起自己这个只喝鸡血吐血的好吸血鬼 他还真是个浑蛋的邪恶吸血鬼啊 相比起猫头鹰 这次的记忆要多太多了 而且不按时间顺序 都是各种杂乱的片段胡乱插在一起 很多画面根本搞不清楚前因后果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昏睡后 向昆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力量比之前更强 听觉嗅觉视觉等感官能力 都再次有了明显的加强 仿佛整个世界被包掉一层滤镜一般变得更加清晰 而此时一旁的郭天象也已经化成了灰烬 只剩一件衣服留在原地 在回家的路上 向昆心想 这个九年的吸血鬼为什么和我这个三个月的吸血鬼差这么多 从他记忆画面里看他隐血的次数多到数不胜数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力量速度敏捷 反应会那么弱 难道是九年中突然退化了 但从之前的交手来看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弱 想要猎杀我确实有他的底气 他变成那个怪物的时候 我确实产生了恐惧 难道他这个能力和我的精神震慑同样道理 不对 绝对不一样 郭天象并不是让别人看到某个他已经预设好的幻觉 而是让别人去看他们心里最害怕看到的存在 然后欺骗别人的大脑 让他们的大脑认为这是真的 也许被攻击的时候会脑补被打痛的感觉 虽然身体在物理上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 但却可能因为大脑的误判真实的受到削弱 原来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怪物的样子 也难怪这伙这么有自信 一副吃定我的架势 如果这伙之前不说那些废话 一开始就用这个能力的话 估计也会扭头就跑战略撤退 那现在的话就只剩下那女的了 象坤喝了郭天象的血液后 觉醒了一些新能力 在此之前她决定先拿几天钱买的金丝却试一下 可没想到只是低头瞪了她一眼 这鸟就被吓得直接炸毛 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这样可不行啊 于是象坤只好打电话给懂鸟语的小苹果求助 希望她能够帮自己听一下 这鸟究竟在表达些什么 小苹果一听就听出了这鸟叫声是在害怕 肯定是受到惊吓了 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也正好印证了象坤心中的猜想 果然和他猜的没错 于是象坤和小苹果说出了要训练这只小鸟的想法 并希望可以得到她的一些帮助 小苹果对她的想法也很感兴趣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最终在小苹果的帮助下 象坤对这只金丝雀的情绪叫声有了更多的了解 再结合她那位确认的新能力 甚至可以对她进行短时间的精神操控 这个能力如果可以熟练到运用自如的话 那是否对人有效呢 通过大量时间的观察和相处 象坤已经能从她的鸣叫声分辨出她的意图 就是她不叫的时候 也能通过她的肢体动作和心跳呼吸气味 来判断她的情绪和身体状况 不过现在还有一件事 她想确认一下 这种能力好像是和热成像类似 看来是从郭天相的血液里获得的这个能力 这时她突然感觉到了她之前送给小石林的硬币 虽然人可以定位那硬币所在的方向 但感应却比最开始实弱了一些 这又是怎么回事 看来有空的时候得去看一看了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思考 原来是长斌的电话呀 接通电话后 长斌传来了一阵疲惫的声音 晚上没事吧 一起喝酒去 不对是陪我喝酒 知道你不喝酒也不用你喝 你看着我喝就行 长斌你怎么了 你等等啊 我现在去找你 在两人见面后 相昆就感受到了长斌语气的不对劲 通过简单的感知 长斌身上浓重的烟味汗味等味道 可以判断出她已经至少两天没洗澡没换衣服了 而且精神状态似乎也不太好 很久没回家 看来是和王涵吵架了 经过一番询问得知 原来长斌没有跟王涵吵架 而是和他的家人吵架了 本来他和王涵都商量好了 准备先搬到他之前住的地方 然后再把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装修一下 换一些电器 就当新房 结果王涵的爸爸知道了 就以王涵的名义 买了套700多平的房子 作为自己女儿的嫁妆给他们当新房 相昆一听这话也感觉挺好的呀 不过好事挺好的 但关键的房子就在他爸妈楼下 估计是为了住的静点 好照应女儿吧 他爸爸之前去过我家一次 第二天就让家具公司送了一套沙发过来 把我家的沙发换掉了 说那个沙发坐着不舒服 但他到我家来根本就没坐过那张沙发 那天一起吃饭 他哥哥问我公司现在怎么样 公司是不是业务量不高 问完就建议我去他们公司 给我个管理的职位 还要给我配料麦巴赫和斯基 说年末分红不会比我现在公司赚得少 而且还省心省事 这样就有更多时间陪他妹妹了 说到底还是我那可恶的自尊心在作祟 在将心里的委居都倾诉出来后 长冰也感觉痛快多了 趴在桌子上揉了揉疲倦的双眼 向昆看着他这样也是有些动容 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阿冰你喝多了 说起来你我自成 咱们宿舍三个人都有点傲气 总是觉得自己有能力 只要愿意努力 就能做到想做的事 就能出人头地 就能逆天改命 你俩其实比我要傲气多了 不 我很欣慰 老实说刚知道你公司关掉的时候 我是很担心你的 因为我知道你对那家公司 投注了多少的心血和期望 有点担心你钻牛脚尖 你现在能看得这么开 确实很好 比我可强多了 向昆见长冰越说越消沉 随即决定上去唱首歌送给他 接着坐在钢琴前熟练地弹起了伴奏 嘴里唱起了《大丈夫》 此时酒吧里的客人也被他的歌声所吸引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刻仿佛所有人真的看到了张学友一样 而长冰也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心想着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向昆吗 他明明唱歌跑调很严重的 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三个也喜欢去喝酒K歌 都对未来抱着无限的冲击 而现在台上的向昆 仿佛又变回了当年那个对未来憧憬希望的少年 很快一举过后 酒吧里的所有人都是连连称赞 而向昆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因为有感而发的情绪 忽然想到了一个实验方法 想试试喝了郭天相的血液后 自己的情绪同化有没有办法衍生出其他的效果来 情绪同化后 通过视线投影巨线后 他们可以直接通过肉眼真实地看到那些画面出现在眼前 这自然就是郭天相的血液和他的能力 给原本能力带来的衍生效果 回到座位后 长斌毫不夸张地称赞道 你什么时候练的唱歌呀 你刚刚唱的我幻觉都出来了 我发现台上在唱歌的你居然是九年前有头发的你 向昆见他这么夸张地称赞自己 也是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心想也只有被情绪同化的你们才会觉得好听罢了 就在向昆和长斌说话的功夫 一只手突然拍在了他的肩上 转过身发现竟然是杨洁 真没看出来啊一修歌 除了算命你居然还会唱歌 而且唱得挺好听的 我刚刚简直以为看到了原创在开演唱会 过奖了 这就是刚好气氛和情绪到位了 其实我没有什么唱功的 再听一遍保证你就受不了了 这位是 见向昆问起 杨洁一把抱住身旁男孩的肩膀说道 你不是算命先生吗 你算算 看能算得到他多少信息 听他这么问向昆也是有些尴尬 我是靠计算机算命的 这边没电脑 不过我不用算命 但从推理来看 我也能看出你边上的这位帅哥 在你揽着他胳膊的时候表情有一丝嫌弃 但却没有推举 大哥的五官和你很像 特别是嘴唇 再加上你们的亲历度和他看起来的年纪 所以我推测他是你的弟弟 而且大概率是亲弟弟 见向昆随口一说 便将大部分的信息给说出来了 男孩满脸的不可置信直呼大佬啊 我以前看侦探片时 总觉得情节太夸张了 没想到现实中见到真人了 真的牛啊 大哥加个威吧 就在向昆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身后的长兵却表示自己要先去个洗手间 你们先慢慢聊 接着三人便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但现在的向昆可没有心思和两人聊 他现在满脑子都在担心长兵 心想怎么去洗手间这么久了还没回来 于是他起身对着二人说道 实在不好意思 下次再帮你们算吧 我临时有些急事需要处理 先离开了 下次见 而此时长兵的情况却不太好 被一帮小混混们堵在了墙角 其中一个混混气焰嚣张地说着 老子刚才说要弄死唱歌的那个傻逼 你激动个屁 对于小混混的话 长兵不但没有畏惧 反而是盯着对方说道 你敢动他一下 我先弄死你 见长兵这么说小混混也是急了 抡起拳头就要给长兵一点颜色看看 幸好向昆及时赶到 挡在了长兵的身前一把抓住了混混的拳头 随后就是化身一拳超人 一拳一个小混混 没过多久就把一众小混混全部给撂倒了 在处理完这些混混后 向昆拍了拍长兵的肩膀说道 阿兵 咱们换个地方吧 嗯 我也喝得差不多了走吧 这时平头男也朝着他们的方向走了过来 边走边说道 处理点是这么莫及 一会我大哥都该等不耐烦了 结果走着走着他就看到从拐角出来的向昆 看到他瞬间心里发出直愣在了原地 哆哆嗦嗦地朝着向昆打招呼 向昆则是仿佛没听到也没看到一般 直接选择无视 从他的身旁走了过去 直到两人走后 平头男才好不容易舒了一口气 刚刚的他简直慌得一批 但他如此反常的举动也引起了长兵的怀疑 回到车上 长兵一脸严肃地问道 阿坤当当门口那人认识你吗 你说他呀 之前那人来我家隔壁闹事 被我借着警察的名头吓跑了 应该是以为我和警方有关系 所以怕我吧 怎么了 有问题吗阿兵 没有 我就是感觉你最近变了好多 如果是以前 你是绝对不可能主动上去唱歌的 见长兵已经对自己起了疑心 向昆也只好选择沉默 随后便开始转移话题 我说阿兵啊 你就回去好好和王涵道个歉吧 没过多久 向昆便把长兵送到了家 而他则决定自己走回去 刚好当散步了 路上他边走边想 如果将人类的大脑比作电脑终端的话 那郭天象建立自身恐惧投影 就是给目标终端发送一个指令 然后目标终端根据这个指令进行一系列处理 反馈一个数据 让我这边看到处理后的恐惧投影 相比我在酒吧的投影巨线 明显郭天象的建立自身恐怖投影 优势是更简单更高效 不如明天去郭天象生活过的地方 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提示吧 之前把郭天象的衣服都顺便带了回来 从他手机中的信息和他的记忆中得知 郭天象现在是个没有牌照的私人医生 只给少数通过关系找过来的有钱人治病 而这一个月来 他已经把所有预约都推掉了 并且已经做好了随时消失的准备 也做好了所有后续的交代 郭天象的银行卡上有220万的现金 除此之外还买了不少基金股票 而根据郭天象的记忆 他应该还有一些不动产 以及一些属于李平安这个名字下的资产 加起来估计数目不小 果然还是需要去他生活过的地方看看 在去郭天象所在的阳城之前 向坤还是决定先去小铃铛那边看看 确定一下硬币的情况 通过感知小铃铛母女大概在一家幼儿园里 此时小铃铛正拉着妈妈 急匆匆地朝着家里赶去 嘴里说着 妈妈快点 我今天发现这硬币有新的魔力 要赶紧回家试一试 结果因为走得太快 穿着高跟鞋的妈妈一个不小心扭到了脚 重心也顿时不稳 啪的一声直接给向坤来了的带球撞人 就在他准备道歉的时候 结果一抬头看到竟然是向坤 他感到有些惊喜 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但向坤却只是问了一下有没有事后 就一把抱起了身旁的小铃铛 跟他玩起了举高高 在一阵玩闹过后 身后的士林妈妈微笑地问道 向先生 你是特意来看我们的吗 没有了 我来新城办事的 在远处刚好看到小铃铛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们 这真是太巧了 你们居然搬到新城市来了 就在两人谈话之际 小铃铛突然拍了拍向坤的肩膀说道 光头叔叔 这个硬币还有其他魔力 我想和你一起研究一下 看到小铃铛这么天真的眼神 向坤也来了兴趣说道 好啊 叔叔也想和你一起研究 说着向坤随手将硬币置了上去 然后啪的一声拍在了手上 将他们一分为二说道 小铃铛 那你猜哪枚是光头叔叔给你的幸运硬币啊 小铃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右手的那一枚 见小铃铛如此轻易地便选择到了正确的硬币 向坤心想这小丫头是不是跟这枚硬币接触久了 所以也产生了某种感应 还是说纯粹因为太熟了 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接着向坤又掏出之前的那张四纸 随手翻折了几下 折成了一个纸飞机 送给了小铃铛说道 这是一张富有魔法的纸 现在这张魔法纸就送给你了 希望有一天你也能掌握魔法 成为魔法少女 士林妈妈看到这温馨的一幕 心中仿佛也下定了什么决心 只见他突然大步向前 一把拉住了向坤的手说道 向先生我家离之不远 来坐一会儿吧 我给你煮饭吃 听到这话向坤连忙摆了白手说道 不用了 我还有事没办要先走了 听到这么直男的回答 士林妈妈一时间有些愣神 结结巴巴的说了声好的 呆呆地看着向坤离去的背影 直到小铃铛提醒他该回家吃饭了 他才突然反应了过来 刚刚好像忘记要联系方式了 向坤坐着动车来到了 郭天象之前生活的阳城 这郭天象给人治疗的过程 是先让人来他这里 做一些简单的检查 然后抽血之后 第二天再过来进行详细诊疗 在抽血后 护士会第一时间 把血拿到他的办公室 看似由他操作的机器进行检测 但实际却是偷偷喝掉 如果郭天象是靠这个方法 来获得新鲜血液的话 那他倒也不是什么 最大恶极的吸血鬼 可是记忆中 这家伙杀的人非常之多 不仅仅有在国外杀的 国内同样也有犯下血案 想到这里向坤纵身一跃 决定再换几个制高点进行观察 突然他发现了一辆 停在这里很久的黑色轿车 车窗紧闭却没有发动引擎 也没有开空调 而且十几分钟过去了也没离开 这明显是有点蹊跷啊 室外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3摄氏度 而且还没有风很闷 待在车里不开窗也不开空调 肯定是很难受的 通过感知他看到车里 坐着两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 正在抱怨着里面太热 这真的太遭罪了 那个嫌疑人不是说已经去那边了吗 还没找到吗 不会是听到什么风声提前溜了吧 那咱们在这盯着纯属浪费时间了 早知道就选夜班了 轮通宵也比白天在这受罪强啊 通过两人的对话内容来看 向坤心想这两人很大可能是警方的人 否则也不会用嫌疑人这种用词 不过比起这些 他也该去郭天象的诊所那一探究竟了 虽然警察出现在这里未必就是冲着郭天象 但他们口中的嫌疑人 有很大概率指的就是郭天象 毕竟这家伙涉及的案子实在太多了 非法行医 诈骗 杀人 洗钱甚至跨国犯罪等等 各种原因都有可能 会不会他当时也已经被警方给盯上了 否则的话 为什么他在与我赴约之前 就已经有警察在他诊所外盯着了 那警方在调查郭天象的时候 会不会注意到我 除了那场决战 我们应该没有任何接触 好像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现在向坤也只能希望那个女人没被警方抓住 否则警方就很容易怀疑到他了 在接连躲开了几个监控后 向坤也来到了郭天象的办公室 经过一番寻找 只找到了一些普通的病例本 电脑里也没什么异常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这时他手中握着的鼠标 却突然传来了一段记忆 记忆中的女人看起来好眼熟啊 虽然不知道两个人在聊些什么 但是到了晚上 卧室里却传来了咯吱咯吱的声音 还有就是一连串的鎚味情话 看完了这些记忆后 向坤才突然反应过来 看来触摸到郭天象摸过的地方 就可以感知到他的住所 或许还可以查出更多他的记忆 在触碰到了几个地方后 向坤也在记忆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女人 这不是之前偷拍他的女生和咖啡店的服务生吗 记忆到了这里也没有了下文 看来暂时找不到更多有关郭天象的记忆了 于是向坤也决定先回去再说 可他这才刚一走出来 就发现了这里和郭天象诊所外一样 有警方埋伏的人手 不过这也证明了那个女人还没被抓住 她暂时还是安全的 突然兜里的手机响了 打开一看 原来是娜娜发来的消息 可这不是她在酒吧唱歌的视频吗 又是谁录的 还发给了娜娜 没等向坤回复 娜娜的电话就已经打了过来 向先生你竟然敢背着我偷偷去酒吧 你快想想该怎么收买我吧 不然我就发群里了 这这这 我给你做一顿兔肉全戏怎么样 不行要三顿 好吧成交 如果在火车上看到有人恶意站坐 你会怎么办 是上去阻止还是默不作声 向坤看着这一幕也是有些怒了 这人居然还大言不惭的在那说着 反正这里没人 我坐一下有什么关系 看来这估计就是买了二等座 却跑到一等座来站坐的 前一段网上不是还有罢座乘客 被网友批判吗 现在居然还敢顶风作案 小姐姐都已经明确地告诉她 这个座位的票已经售出了 但这人不光不听 还耍起了无赖 指着小姐姐骂了起来 向坤听到她的话 感到十分的不耐烦 不知道为什么有种想干她一顿的冲动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除非对方先动手 不然自己是不能随便使用暴力的 否则到时候被逮去拘留几天 过了隐穴期那麻烦可就大了 虽然真的很想揍她一顿 但现在还真不能这样 必须尽快转移注意力才行 可一旁的男人却是更加的得寸进尺 竟然开始猥琐地调戏起了小姐姐 这下就连车厢里的其他乘客都看不下去了 你站坐还有理了 还要不要点脸 一个大男人为难人家小姑娘 你有没有带把 他此言一出 瞬间就带动了车厢里所有乘客的情绪 大家都开始骂了起来 还表示要把他拍下来发到网上 当他好好的出出名 见大家都开始起哄 男人也感觉脸上挂不住 不过嘴上依旧是在放着狠话 关你们什么事 你们知道老子是谁吗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叫人把你们全部干费 他此话一出 瞬间引发了重怒 旁边的小伙指着他就是骂道 站坐还那么嚣张 信不信爷爷现在先干费米 在小伙的带动下 车厢里所有人都有种想揍他的冲动 男人见识不妙 也只好认怂 转头狼狈地逃跑了 事情到这里也终于是告一段落了 此时向昆心想 刚刚要是真没忍住动起手来 群情激愤下真搞不好出什么事 到时真把人打死了 那麻烦也是不小 看来这情绪同化的能力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别人防不住他也防不住 只要烧不住一情绪一起来 就可能带出群体效应了 身为一个吸血鬼 真的只能以血液为食吗 但为什么在记忆中作为同类的郭天相 却总是在喝红酒 难道郭天相真的在酒吧喝下红酒后 过了一会又吐掉吗 在记忆中他的桌上总会有两个杯子 是血液和红酒 既然他都可以 那自己应该也行 说干就干 向昆端起一杯吐血一饮而尽 接着又拿起红酒喝了下去 但这才刚喝下红酒他就吐了 难道说这方法要反复尝试 然后让自己的肠胃认为 喝下红酒和血液一样是需要吸收的东西 逼迫消化系统变异试验 之后的几天里 向昆开始利用西瓜汁代替红酒进行多次实验 喝下血后喝西瓜汁 然后呕吐反复实验 最终还是失败 转眼又是几天 向昆再次从饮血的昏迷中醒来 随后猛的起身 打开冰箱盯着两个西瓜决定再试一次 这次再饮下西瓜之后 感觉好像对了 没有呕吐感了 这次他终于成功了 向昆赶忙掏出手机 兴奋的在群里发消息 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兔肉大餐 消息才刚一发出 真儿和老夏就回复了 不过两人好像都在外地 今天估计是来不了了 可向昆兔肉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可怎么办啊 还好这时娜娜回复了消息 表示她可以来吃 吃不完还可以打包 经过一下午的准备 食材都准备好了 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娜娜才下班 在这期间向昆打算 先做两千个俯卧撑热热身再说 可她这才刚做没多久门铃声就响了 这个时间会是谁啊 打开门一看居然是娜娜 正一脸调皮地朝着向昆打招呼 但在看到向昆只穿了一条底裤的瞬间 她整个人都懵了 满脸通红的说不出话 向昆也是感觉有些尴尬 不过还是先把她请了进来 此时的气氛简直尴尬到可以抠出三十一听来了 幸好这时金丝雀飞了出来 才勉强缓解了两人的尴尬 娜娜赶忙转移话题问道 你又买新宠物了 不对 之前兔子不是宠物 那这鸟岂不是也 你可别想吃它 这不是吃的 它是金丝雀观赏鸟 谁说要吃它了 我是那样的人吗 不过你把笼子开着不怕它飞走吗 没事 就是知道它不会乱跑 我才开着的 突然金丝雀一下子飞进了向昆的卧室里 娜娜见状连忙跑过去想把它放出来 可向昆却是紧张地流了一头的汗 接着上前一把抓住了奶奶的手 哪知娜娜突然回头 左脚和右脚拌了一下 一个重心不稳身体向后倒了下去 向昆见识不妙连忙冲了上去 但也为时已晚 扑通一声 两个人来了个亲密接触 娜娜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 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时她转头一看 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特喵的是啥呀 而就在她愣神的功夫 向昆为了避免尴尬 赶忙倒立起身 一连做了几个俯卧撑 这可把奶奶给逗笑了 向先生你怎么这么搞笑啊 这么多搞笑的木雕都是你做的吗 嗯 这些都是之前练习雕刻时的失败品 怕你看到闲吊架 所以刚刚才拦着你进卧室 没有啦 我觉得很搞笑 那这个邪神木雕可以送给我吗 可以 只要你不嫌弃就好 很快向昆便穿好衣服来到了客厅 娜娜好奇地问起了这只金丝雀的名字 被娜娜这么一问 向昆这才突然想起 自己好像还没给她起名字来着 那不如就叫金闪闪怎么样 她毛色金闪闪的多漂亮 行啊 那就听你的叫她金闪闪吧 经过向昆的一番操作 厨房里很快就飘出了一阵菜箱 娜娜绑好头发准备过来帮忙端菜 可没想到手材刚一碰到盘子 就被这刚出锅的兔肉给烫到了 还好被向昆一把接住 这才没有掉到地上 娜娜见状赶忙捂着手道歉 对不起 向昆你没事吧 你都不怕烫的吗 没事 你们不都说我偷练武功吗 无情铁手吗 好了 咱们开吃吧 吃下了向昆做的兔肉后 娜娜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可当她将目光放在向昆身上时 确实有些意外 你怎么就吃这点 这一盘好像都是我吃的 向昆听她这么问 赶忙以自己健身要少时多餐 唯有糖色了过去 这搞得娜娜都有些负罪感了 随后娜娜慢慢地朝着向昆靠近 娜娜也露出了朋友圈 没想到刚发出来一会儿 就有了几条充满极度的评论 而老夏则是一本正经地发了条评论 有研究表明女性吃多了兔肉 会造成体质下降 肌肉含量上升 胸部变小 屁股变硬 真儿看到这条评论也是被吓了一条 老夏居然会发冷笑话 该不会是被谁夺赦了吧 在吃完饭后 向昆一边和娜娜谈着八卦 一边送她回家 不久后 娜娜便带着木雕来到了外公家 老爷子还以为是娜娜带的礼物呢 娜娜见状赶忙解释 这是我朋友做的木雕还是半成品 哪能送给您呢 一听是他朋友做的 老爷子也来了兴趣 现在你们年轻人也喜欢玩木雕了吗 难道是专业的艺术生 快打开给我看看 接着娜娜打开盒子 将木雕放在桌上 老爷子看着这个木雕也做出了评价 你这朋友技法确实还比较生疏 但刀工确实挺不错的 手很稳力到控制的也很好 很有天赋啊 见外公有些小桥像坤了 娜娜赶忙拿出手机说道 这个只是半成品 我今天找他要来的 手机上这个才是成品 老爷子接过手机一看有些意外 这个有点意思了 进步很大呀 娜娜 你下次问问你那朋友 有没有什么作品小出售的 看看能不能替外公要一件来 见老爷子这么喜欢 娜娜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深夜向坤有些不放心的询问 娜娜到家了没有 两人经过一番简单的寒暄过后 娜娜和向坤提起了 有人想买他的木雕 价格高点也可以 这可把向坤给整蒙了 自己这临时抱佛脚做的木雕 还有人想买 于是他只好找借口说 现在没有存货 而且再雕的话 可能也雕不到之前 送他那个的水瓶了 可娜娜却表示没关系 你有空的时候 随便雕一个就行 想买的人都开好价了 向坤见状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随后他拿出一块木桶 心中暗自想到 如果之前没有雕过 几乎百分百要失败几次 但现在的话一次就能成 并且还是用没有建立过 超感联系的木料雕成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一个精美的木雕就完成了 向坤赶忙联系了娜娜 木雕已经做好了 明天吃饭的时候 过来取就行了 第二天娜娜带着真儿 来到了向坤家 向坤也对他们表示了 热烈欢迎 看着一桌的美食 两人都是馋得流口水 真儿更是表示 减肥是不可能减肥的 毕竟要吃饱了才能减吗 一顿饱餐过后 两人开始聊起了 向坤这次做的木雕 这个木雕做的 可以说是有些丑陋 甚至争鸣 但不知道为什么 却有种诡异的和谐感 对啊 话说这是什么动漫角色呀 我怎么没见过呀 而且这八个眼睛 看着怪吓人的 我们一起恐惧症都犯了 向坤坐在回家的列车上 心想时间过得可真快 他都已经一年没回家了 这时他的脑海中 突然涌入了一段记忆 这好像是那娜和他的外公吧 怎么回事 在制作那个木雕的时候 我并没有产生那种超感关联 为什么会有木雕的感应 也和一般建立了联系的物品不一样 总感觉好像可以用第三视角看着木雕 那种感应忽然慢慢变淡然后消失 真是有些奇怪呀 不过现在还是先回家再说吧 虽然前几天就已经跟老爸老妈 汇报过自己准备回家了 但具体是哪一天却没有说 接着向坤敲开了自家的门 妈妈看到光头的向坤也是一脸疑惑 你是哪位呀 向坤见状也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他现在这副模样 还真的是连亲妈都不认得了 看着闪亮的大光头 向妈惊呼谁是你妈呀 他这话才刚说出口 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随后凑近一看 卧槽 还真是你阿坤 妈 我不就是换了个新发型吗 没必要这么惊讶吧 发型 你这哪有发哪有型啊 你顶着个鲁蛋脑袋 以后怎么相亲怎么谈女朋友 是上班上傻了吗 懒得打理你就里短点 怎么就搞成光头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儿子去当和尚 或者被抓监狱刚放出来呢 快别在外面站着了 先进屋吧 这才刚走进屋向妈又开始说了起来 还他爸 快看你儿子变身成什么样了 向爸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回道 啥玩意还变身了 奥特曼玛还是假面骑士 接着抬头看了一眼向坤说道 不错呀 练结实了很好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现在这样精神些好啊 向妈见老头子也这么不着调 只好气呼呼地对着向坤喊道 早点把头发养回来 还有你刚刚怎么没戴眼睛 我之前和朋友一起去做了激光手术 把进屋弄好了 手术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 没事的 就小手术修一下就好了 很快的都不影响我上班 怎么样 老妈开始准备晚饭了没 向妈一听这话就有些来气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哪天回来提前说一声吗 现在没你的饭 没事 那我就先自己去做一口吃的 看到向坤竟然真的去拿食材了 向妈还是不敢置信 你真是我儿子吗 你以前可是根本不会做饭 而且也懒得做饭的 你可是宁愿泡面或是叫外卖 也不愿意亲自下厨 不一会儿的功夫一桌的美食就做好了 看到这些都是向坤做的 老爸老妈都是被吓了一跳 吃完晚饭后 向坤躺在床上刷着手机 看到老夏发来的消息 说是要吃他亲手做的饭 还有就是他的生日也快到了 要的生日礼物也是木雕 雕什么随便 但是必须是原创和那个芭比木雕一样 看到消息向坤也是笑了 这老夏还真是直接啊 第二天向坤来到镇上瞎晃悠 看着周围的环境心想 这个地方环境挺好的 如果开个养殖场应该会不错 随后他又来到了一家饭店门口 进屋后先是和服务员打了个招呼 随后便开始问起了老板在吗 哪知他话音刚落后厨就走出了一名壮汉 我就是老板 你哪位啊 向坤看着如此壮硕的老板 有些打趣的问道 老板你这菜饱熟吗 啥玩意饱熟 你是来找茬的吧 我问你这菜饱不饱熟 你就说你要不要吧 你这菜要是饱熟 我肯定要啊 对吧优猛 被人叫出名字 老板也是愣了一下 捏着兰花纸惊讶的说道 你难不成是老相 我去 还真是你啊老相 你这是编程编不下去了 跑去搬砖了吗 从IT界进军工程界还是宗教界 而且你练这么壮还弄了个光头 这变化也太大了吧 肥仔技术宅的人设就这么被你无情抛弃了吗 你不也练得挺壮的吗 我这是假的 怕人来找茬才穿的 脱下衣服后的游猛简直可以用骨瘦如柴来形容 这属实是有点吓人啊 向坤和游猛提出了打算回来开个养殖场的想法 游猛一听养殖场也是有些意外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不过我这个地方是不合适 但我知道一个地方 一会儿可以带你去看看 你还没吃饭吧 先去坐着吧 我随便给你弄点 不用了小猛 我之前已经吃过了 但是话说回来 你这店生意有点冷清啊 只见这时游猛媳妇正吹着刘海小声嘀咕 岂止是冷清啊 已经快开不下去了 生意不行 租金又太贵 下个月就准备收起来了 向坤一听兄弟的店都快开不下去了 于是决定帮他一把起身说道 要不你带我去厨房看看 厨房有什么好看的油渍麻花的 当初装修也是下了比较大的本 我老不是倒了大煤了 嫁妆都赔光了 很快两人来到厨房 向坤询问他这里有兔肉吗 油猛也是有些疑惑 没有啊怎么了 你想吃兔肉吗 那万一咱这不流行吃 我这有点竹鼠肉 你要不要尝尝 这两年网上有个叫 捣抖兄弟的组合装捣竹鼠 竹鼠肉也行吧 我先腌制一下 晚上回来给你露两手 哎呦我去 老铁你咋的最近开始研究做菜了 你就瞧好吧 腌制好了先放这把 咱们先去看看你说的 适合开养之常的场地 随后油猛便开着小车 来到了他所说的地方 下车后两人便开始烙起了家常 你最开始说要回来开养殖场 我还以为你开玩笑的呢 没想到居然是完真的 哎没办法 大城市太累了 所以想住在山里来的轻松一点 你看我这脑袋 脑力消耗太大都秃了 那可不该开养殖场 这可轻松不起来呀 算了 先不说我了 说说你吧 你那饭馆我觉得未必就没有搞头 听到像坤这话油猛也是激动了起来 什么 你说难道还有搞头吗 是啊 其实你的菜味道肯定没什么问题 主要还是要宣传 现如今交通这么发达 如果你这地方火了 这条街人流量大不大 其实都没有关系 怎么没宣传了 刚开业那会儿 我还找了一个团队 在高速路上发广告 在朋友圈中集赞八折的活动 在本地论坛也发帖了没用啊 现在销量最多的 就是外卖平台上的单子了 但那个利润太低了 我这店租太高支不住啊 这个你就不懂了 这年头宣传不是这么做的呀 那这宣传不打广告还能怎么办 那些大牌子不也是一样 还要打广告找代言吗 人家财大气粗 所以不在乎效率 砸出来能听到响就行 响声足够 怎么也能吸引到很多目光 但成本不高 却又要达到好效果 就得讲策略了 所以咱们得弄一些 能让人感兴趣的内容 让你的店变成网红店 游萌也觉得像坤说的有理 于是询问道 那你有什么好主意 我自然有办法 咱们晚上回去再慢慢聊吧 接着像坤看着周围的环境心想 这里路这么烂 又这么偏体 离最近的村里住户 也有一两公里远 实在算不上多好的地方 不过对我来说 这实在是太棒了 旁边还有大片的空地 如果需要的话 还可以继续扩出去 游萌见像坤挺满意的 拿起手机 就准备联系这里的负责人 可下一秒 他的心脏都差点吓出来了 我去 什么鬼 眼镜蛇呀 像坤身后突然出现了 一只野生的眼镜蛇 游萌被吓得不敢吱声 就在眼镜蛇 要发动攻击的时候 像坤竟然一把将它抓住 随后叹了一口气 对着眼镜蛇 发动了精神震慑 把这蛇给吓得 都有点想回家找妈妈了 在像坤松手的瞬间 眼镜蛇就灰溜溜的跑了 见眼镜蛇走了 游萌也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刚刚可是连穆志明 都帮像坤想好了 但对于这点小事 像坤却没怎么在意 转过头一脸平淡的说道 如果我租下这里 不弄养殖场的话 应该也可以吧 听到这话 游萌也是有些疑惑 不弄养殖场 你要这地方做什么 养殖场主人的电话打不通 我们到他家去看看吧 随后两人来到了 这个养殖场的主人家 看着紧闭的大门 游萌也是有些懵 怎么没人呢 难道他还没到吗 就在两人正站在门前 发愁的时候 身后却传来了一道声音 阿猛啊 这位就是你之前说过的 想要买那养殖场的朋友 是啊 这是我好兄弟像坤 接着游萌给像坤介绍了起来 老像啊 这是重云村的村副主任刘财福 养殖场的主人和他是本家 剑游猛介绍完了 刘副主任也发话了 刘大哥带他老婆回娘家了 估计这两天回不来 要不要去我那座会儿 也好正想问问那养殖场的 还批手续问题 来到主人家后 主人一边沏着茶一边问道 像先生弄那养殖场是要养猪吗 如果是的话 那还批手续基本没戏了 听到这话像坤连忙表示 不养猪 养兔子鸡丫什么的 牛也可能养几头 那可以啊 如果是兔子这种看规模吧 规模不大的话 可能还有的计较 毕竟那边离饮用水源很远 也不是什么景点 镇上也还没开发计划 不过很难 一听这话像坤也沉默了 他之前还真没考虑过这么多 看来这块地还是需要考虑考虑 到了傍晚 两人回到饭店 看到像坤炒菜的架势油猛被吓了一条 这做菜跟在练武士的 不过确实很爽 这是专门练过吗 就老像你这手法应该拍成视频铁定能火 很快一盘新鲜出炉的竹鼠肉就出锅了 几人尝过之后给了一只好评 不光好吃而且很有嚼劲 就连身为厨子的油猛也感觉不错 一边吃着一边说道 我忘了提醒你了 这竹鼠肉的皮比较韧 所以需要多顿会 不过味道确实挺好的 听到众人的评价 像坤心想看来把竹鼠肉当兔肉来做还真不行啊 之前没有做过 果然数据类型不一样 这公式就不能乱套用啊 其实还有很多方案没说出来 有些是效果不太好 而有些则是难度太高 就好像我想过能不能用情绪同化的能力 在公共场合对大量食客施加影响 让他们都觉得油猛做的菜很好吃 这时脑海里又传来了那个八木八只木雕的反馈 娜娜的外公怎么住院了 能感觉到明显不是来源于自身的恐惧情绪 还看到了一些不是很清晰的画面 不对 这不是实物 是恐惧幻想 这情感似乎并不是那穿着白大褂的八木八只的怪物 而是来自于那个老爷子对自身情况的担忧 随后向坤拿起手机 开始联系娜娜 你之前说的那个木雕的买家 不会是你外公吧 在得到了娜娜肯定的回复后 向坤心想果然是这样 你之前不是在群里说你外公想见我吗 我琢磨着你外公应该不会突然毫无理由的想见我 所以推测你那木雕应该是强行推销给你外公了 厉害了我的坤 不过我外公是真的很喜欢你的木雕 他说你的刀工很不错 说现在这年头还有愿意花功夫花力气琢磨这些手艺的年轻人不多了 所以他想看看你 估计是和你聊一聊木雕什么的 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向坤坐在床上心想 从娜娜说的话来判断 感觉他外公不像是身体不好需要长期住院的人 而从他的语气来看 更不像是昨晚突然住院的情况 昨晚感应木雕看到的画面或许是娜娜外公害怕自己变成的模样 不过老人家最怕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病痛和死亡吗 病房就是他们的恐惧之地 想到这里向坤便答应了娜娜和他外公见面的事 向坤端着热腾腾的饭菜招呼爸妈吃饭 向爸吃了一口茄子后 便开始点评了起来 可以啊 好吃 还他妈你看到我以前跟你说吧 茄子要做就是要做成这样 就是这个胃啊 你以前还老说不行 做不到 现在你儿子都做出来了 儿子你好好跟你妈说说 你这茄子具体怎么做的 一听这话向妈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好好吃你的吧 吃东西别那么大声说话 小心吃的喷出来 让别人怎么吃 随后又转头看向了向坤 坤啊 你这手艺确实不错 特别是吃红烧鱼的味道很好 友谊传到我的天赋 你记得以后和女孩子聊天的时候 要跟他们讲讲你会做饭的事 对了 你下午有事吗 突然被这么一问 向坤想也没想 就直接说了句没事 可他刚说出来就意识到了不对 心想嘴快了 估计是老妈要给我安排相亲啊 果然他这话才刚说出口 向妈就满脸笑意的说道 还记得我上次打电话 跟你说的求阿姨的外甥女吗 刚好上礼拜他也回来了 说是已经辞职准备回来休息一段 你下午既然没事 我就替你约一下见面聊一聊吧 一听这话向坤被吓出了一头的冷汗 结结巴巴的想拒绝 但一转头看到已经黑化的老妈 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到了下午向坤硬的头皮来到了约定好的小酒馆 想简单应付一下 毕竟也不能给自己惹麻烦是吧 说到底都是他妈逼的呀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原来是老夏发来的消息 看来回此同事这一次 不给老夏做顿饭就跑的话 真有可能会被记恨上 但在印象里也没有看到老夏发怒的样子 总觉得这丫头有时候怪可爱的 如果那那或真儿惹怒老夏的话 自己估计也会十分兴奋的看着热闹 但我可不想当这个小白鼠 想到这里向坤开始回复老夏 你这边有做饭的地方吗 等一下你把你住的地方位置发给我 我晚点过去之前买下菜就行了 他消息才刚发出去 老夏就回了个OK 随后一个身材高挑的少女就走了进来 和照片上一样 看来他就是邱阿姨的女儿了 他这是在找我吗 看来老妈给的照片多半是我以前的了 想到这里 向坤连忙朝着女生招了招手 注意到向坤后 邱小姐明显有些惊讶 看来他之前并不知道我是光头啊 两人简单打过招呼后 邱小姐首先开口说道 不好意思啊 刚刚没认出来你 因为你看上去和照片有些不一样 听他这么说 向坤只好强颜欢笑地说道 前阵子踢的 现在他已经感觉尴尬到了极点 只想赶紧结束然后早点回家 不过话说回来老夏这丫头怎么也在啊 这也太巧了吧 而且怎么看这丫头都是在不爽 卧槽 为毛我能理解她的想法 她那眨眼一点都没有刻意做表情的意思 也不是摩斯密码呀 这是一旁的邱小姐打断了她的思考 向先生你对未来的职业发展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划 我其实有打算回来开养职场养兔子 一听这话 求小姐感到有些意外 还以为向坤是喜欢兔子呢 结果向坤却表示 我只是单纯的喜欢吃兔肉 兔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 比大多数肉都要高 这种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肉食 营养价值非常高 小孩吃了补脑一直学习好 老人吃了预防阿尔兹海默病 女人吃了自营养炎能美容 听完了向坤的话后 求小姐感到一阵无语 接着摆了白手说道 好吧好吧 那你是打算在次同市边上找地方开养职场吗 不 城市边上不好找 同时镇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在建州市的北面 我昨天去了一趟同时镇 然后去离同时镇二十多里的重云村考察了一块场地 听完了向坤的话后 求小姐一脸嫌弃 向坤看到这一幕心想 这求小姐一脸没必要再聊下去的表情 看来她一定会找个理由告诉求阿姨我们不合适 但求小姐这边却是动起了歪念头 心想这光头是程序员收入应该不低 估计存款应该也不少 而且听说她还有一套房 虽然长得不怎么样 不过这身材嘛 刚好是我喜欢的大胸鸡 而且好像那里也挺不错的 可以先试试行不行吧 随后她便羞红着脸打算和向坤试试 可就在这时 老夏却突然跑了过来 还叫向坤跟她一起去买菜 没等向坤反应过来 老夏就一把拉起了她的手往外走 求小姐见状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但却被老夏一把按在了座位上 这时老夏转头给了她一个眼神说道 你给我做好啊 看来向坤的这次相亲注定是要被老夏给搞黄了 虽然她知道老夏不是那种看不懂形式的人 但求小姐可不管这些 上来就是气势汹汹的问到她谁啊 结果两人想也没想 就直接一口同声的说了出来 一个说是妹妹 一个说是朋友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气氛一下子就尬住了 不得不说两人还真是有默契 随后又开始一口同声的说了出来 一个说是朋友的妹妹 一个说是妹妹 此时向坤感觉自己已经可以尴尬到抠出个三十一厅 不过还好求小姐有着神迹理解 眼面长呼了一口气说道 明白了 是你朋友的妹妹 所以也相当于你妹妹 向坤见状连忙点头 是啊 她刚到次同事没多久 还不习惯这边的饮食 而我刚好会那么点微不足道的厨艺 所以这次过来顺便给她做顿饭 好吧 我能理解的 我回去跟我妈说 咱俩聊的没感觉不太合适 说完后求小姐便提着包走了出去 在求小姐走后不久 向坤看着老夏也是有些无奈 话说你干嘛突然走过来说那句话 很容易被误会的 没想到老夏却是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立脸无辜的说道 不是你给我眼神示意 让我过来打断你的相亲吗 我好像没跟你说过我在相亲啊 你和他明显不太熟 你们交谈的状态有些过于客气和疏离 联系到你的年龄和你独生子的背景 你回来后被安排相亲的概率很大 那刚刚怎么又觉得我看你一眼 是让你过来打断的 因为你平常坐着的时候 一般不会频繁换姿势 但你抬头看我之前短时间内换了两个姿势 表现出了准备离开的状态 所以你看向我 应该就是向我求助 难道我理解错了吗 对于老夏的理解 相坤已经无话可说 只好让他下次别再自作主张了 而此时在家里的相妈却发出了一阵叹息 在相坤相亲的这段时间里 他已经坐立不安了一下午了 搞得相爸都看不下去了 我说害他妈 你能不能别在这慌啊 听到这话相妈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这一天天的心咋这么大呢 你儿子顶着的大光头 还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相亲成功 你倒好还有心思在这刷短视频 坤都三十好几了 还是一个人 再这样下去不就成老光棍了吗 别人家的孙子都快上小学了 怎么办啊 球家那姑娘我之前见过一次 我挺喜欢的 不过你儿子顶着的大光头 你说人家能不能看得上啊 要是没看上可还咋办啊 我的朋友圈子里可在没有单身的了 你说坤他要是孤独中老了可咋办啊 咱俩又不能一直活着陪着他 真的憋死我了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老头子 听着相妈这一连串的话 相爸显得很淡定 拍了拍相妈的肩膀安慰道 还他妈把这些没用的烦恼都扔出去了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向妈看了一眼自信的相爸先是沉默了一会 随后打开房门 就是一脚将他踢了出去 我看就你最没用了 给我滚 而另一边有猛的餐馆却发生了爆炸 媳妇正气呼呼的抓起她的衣服骂道 你说要开发新的招牌菜品就是炸厨房吗 这时蹲在角落的短发妹妹突然发出了尖叫 接着兴奋的说道 昨天向先生来做竹鼠肉食 我偷偷录了下来上传到了网上 结果这条视频一下子就火了 竟然有几百万赞 向昆和老夏买完菜后准备回家 可走到一半老夏却突然对着向昆问道 你喜欢娜娜吗 向昆见状连忙否认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可你们不是相亲认识的吗 你不讨厌他 他也不讨厌你 一块玩的也挺开心 又都是单身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怎么说呢 我现在不适合谈恋爱 好吧 我明白了 你现在不适合谈恋爱 但是理由又不方便告诉朋友和家人 所以他们给你介绍相亲对象的时候 虽然你没有医院 但找不到理由推托也只能过去应付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他话音刚落 兜里的手机就响了 原来是老妈打来的电话 一定是问相亲怎么样了 电话刚一接通 向妈就开始问了起来 昆啊 你们现在应该去吃饭了吧 我之前听人说有家店不错 很多年轻人都去吃很适合约会 你们可以去那家店啊 向昆也没多想什么 直接就和老妈说了实话 妈 我和邱小姐已经分开了 我现在和朋友在一起呢 今天晚点回去 不用做我的饭了 一听这话像妈立马就急了 这么快就分开了 怎么没请人家吃个晚饭什么的 你是不是见人长得漂亮 又紧张得不会说话了 因为表现得太差劲 人家看不下去就走了 拜托 妈 你儿子是那种看到美女就紧张的人吗 我们兴趣爱好 还有未来规划什么的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是没戏的 但你也不要担心 缘分嘛 该来总是会来的 一听这话像妈就来气了 我信你个大头鬼啊 一个下午能聊出个什么 这时老夏拽了一下向昆的衣角 指着前面的路口提醒向昆该右转了 而此时电话那头的向妈也听到了他的声音 态度立马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让向昆玩得开心点 晚上不用回来了 没等向昆解释电话就挂断了 这搞得向昆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随后两人便来到了老夏所在的小区 哪知向昆前脚才刚踏进家门 老夏就没有丝毫预兆地问了一句 你是普通人类吗 对于这个问题向昆没有直接回答 反倒是看着屋里的景象 流出了一头的冷汗说道 先别管我是不是 但至少老夏你绝对不是一般人了 这也太乱了吧 对于向昆的话 老夏没有在意 反而是一边拖着鞋 一边催促着向昆快去做饭他饿了 可他忍得了向昆却已经忍不了了 不一会的功夫便已经换好了衣服喊道 先打扫干净了才可以吃饭 但老夏却在一旁小声地嘀咕 其实虽然看上去乱 不过哪件东西放在哪我都是知道的 可这私人物品也乱放 属实是有些离谱了吧 怎么说也得放得规规矩矩吧 向昆蒙着眼睛将衣服收拾好后 掀起头巾就看到了一台正开着的电脑 走上前一看 这些文件家的名字竟然是研究自己的记录 正当他准备打开查看的时候 一旁的老夏却制止了他 只见老夏端着盆水急匆匆地朝着他跑了过来 由于注意力全在向昆身上没在一脚下 一个不留神就被电线给绊倒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向昆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一把就稳住了老夏的腰 不过稳是稳住了 就是这手的位置不对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向昆下意识将手抽回 老夏也就这样哐当一声摔在了地上 向昆将头上的脸盆慢慢取下连忙低头道歉 只见此时老夏浑身湿透直勾勾地盯着他 一脸无辜地问道 你为什么突然松手啊 随后便缓缓起身 当着向昆的面脱起了裤子 向昆哪见过这场面啊 当即就慌了神连忙转过身去 心想这丫头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啊 不一会儿的功夫 老夏便换好了衣服 然后直勾勾地盯着他说道 你刚刚跑来的速度正常人类应该做不到吧 向昆见自己好像暴露了 连忙打起了马虎眼 我不是一直都有锻炼的吗 爆发力比较好吧 这话你自己信吗 算了比起这个 你裤子湿了去洗个澡吧 浴室就在那边 随后向昆来到浴室一边冲着澡一边想到 老夏这丫头竟然也和我一样 会把记录做得这么严谨 看来之后在他面前要格外注意了 可就在他思考的这阵功夫 老夏竟然跑到浴室来盯他了 嘴里还不断地嘟闹着 既然你骨骼这么齐 那我可以解剖你吗 不行 你想都别想赶紧给我出去 洗完澡后向昆一边做着菜一边问道 我说老夏你观察我 该不会是把我当成病人了吧 对此老夏一脸无辜地表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所有人都是病人 我对所有病人都感兴趣 所以我观察所有人 你也不例外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咖啡厅见面的时候吗 你当时在咖啡厅做什么 没做什么呀 就过去闲做 可从我进咖啡厅开始 你就没有喝过一口饮料 而且你并没有盯着别人看 但我知道你的注意力一直在其他人身上 第一次在咖啡厅相遇时 老夏以为向昆是在跟踪那个穿着银行制服的女人 可后来又发现他将注意力放到了自己身上 本来他只是以为向昆是在单纯地观察女孩子 但在经过几次接触后 他认为向昆只是单纯地习惯观察别人 那么以你的观察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于老夏的这个问题 向昆想了想 接着平淡地说道 一个很漂亮很冷静的女人 那你呢 以你的观察我是个怎样的人 我还不知道 不过我会一直观察你的 被老夏突然这么一摸 向昆这手也不自觉地动了起来 竟是直接将手放在了老夏的腰上 这可把老夏整不会了 瞪着他那卡兹兰大眼睛一脸无辜的问道 你摸我要干啥 向昆见状连忙将手抽了回来 然后一个劲地道歉 可老夏却表示 刚刚我没能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什么 不过因此又得到了一个情报 那就是你对女人是感兴趣的 一听这话向昆也是有些无语 不知道该说些啥了 也不知道老夏是在套路自己 还是单纯地试个呆萌 他是否也有很多秘密呢 这时向昆开口问道 味道怎么样 老夏笑了笑表示很好吃 第一次看到老夏的笑容 向昆也有点意外 原来他也会笑啊 随后又从桌子下掏出了一本书试表送给了他 老夏还以为这就是他要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呢 一脸呆萌地表示 我要的是木雕啊 向昆见状连忙解释这不是礼物 只是我单纯地想要送给你而已 随后在简单地和老夏到完别后 向昆就坐上了回家的动车 这时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 原来是奶奶发来的消息 还给他转发了一条视频 这视频应该是由猛家那女服务生拍的吧 向昆也没想到点赞竟然能这么多 这时八眼木雕也有了反馈 向昆闭上眼睛 开始感应了起来 不过这次却不是病房 而是一个酒店的大床房 床前还有一些看不清脸的女性 门边上八眼怪物同家族成员们站在一起 一副要来抓奸的架势 看完了这些向昆知道了这次恐怖情绪的人 不是奶奶的外公而是别人 他怕被全族人嫌弃 有一定的内疚和负罪感 而出轨后 他或许还怀疑自己是不是染上了什么病 才会有这种埋藏的恐惧 与此同时冯修叶在家中的客厅突然惊醒 这个噩梦属实是把他吓了一跳 没想到这一觉竟然做了个这么恐怖的梦 难道是中午喝假酒了吗 回过神后他看了一眼桌上的八眼木雕 不由得感到浑身发冷头皮发麻 老爷子见状也朝着他走了过来 问他是否也对这木雕感兴趣 但冯修叶却是察觉到了木雕的不对劲 连忙询问老爷子这东西是从哪来的 他感觉这木雕有点邪门 自己刚刚只是在旁边睡了一觉 就做了个奇怪的梦 老爷子听到儿子的话后 不由得皱了皱眉 心想他竟然也做怪梦了 于是忍不住地问道 你做的梦是怎么样的 仔细跟我说一说 在和老爷子道清了事情的原委后 冯修叶便立马带着木雕来到了一个道观前 这东西怎么看都感觉邪门 他决定还是找高人看看吧 这时道观中突然传出一道声音 来者何人 冯修叶颤颤巍巍地说着 大事我有事相求 随后就看到一个眼貌紫光的男人走了出来 让他说来听听 你见过一个帮人驱邪的道士 叫人去医院看病的吗 看到来人一副先锋道骨的样子 冯修叶还以为他就是牛道长 但对方紧随其后的中二台词 却搞得他猝不及防 突然对方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秦明杨你个二傻子 谁给你放出来的 原来刚刚那人只是隔壁村的傻子 真正的牛道长其实是这位 随后两人来到屋里 牛道长看着这木雕感觉确实有点恐怖 又看了一眼冯修叶的手 就判断出了他之前有过不减点的性行为 被这么直接点破冯修叶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老实的点了点头 牛道长建议他尽快找时间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然后在性生活方面收敛一下 规律作息和饮食增加身体锻炼 多和家人朋友接触 保持乐观的心态 至于这个木雕吗 我们道教有三师一说 这三师作祟于人体脏腑和神魂 使人一乱情迷而致梦 人的梦境始于自身 由情绪引起外来邪碎 只有引动你情绪的能力 而无声造噩梦的功能 所以根源还在你自身 被牛道长这么一说 冯修叶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急忙问道 可我是先做梦醒来后才看到的木雕 那木雕摆放的架子应该是一进门可以看到吧 那倒是 不过我今天进门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那木雕啊 我们能看到的东西 其实远比我们自己以为的多 你以为你没注意到 但其实你的潜意识已经把他的形象印在了脑海里 不过这方面也不是我的专业 如果你检查完身体没事后还是老做噩梦 就去看看精神科 或者去找找心理医生咨询一下吧 听完了牛道长的话 冯修叶感到有些无语 你他喵的可是道士啊 我是来请你驱邪的 你怎么老劝我去看医生 牛道长仿佛也看出了他的疑惑 轻渴两声说道 树叶有专攻吗 冯老板你要是请我去看风水 那我则无旁贷 但这明显是身体和精神有问题 那还是去找更专业的人为好啊 而且这都什么年代了 可别想着什么事都让我们倒是搞定啊 不要会急急 该看病就去看病 不过这木雕确实挺有意思的 我也挺喜欢 冯老板要是觉得看着碍眼 不如送给我 或者卖给我也行 我出五百块 冯修叶见状连忙拒绝 那可不行 这是我爸爸的 未经他同意送人 回去他会揍我的 牛道长听后倒也没在意 把木雕还给了冯修叶 还不忘提醒他尽早去医院做检查 不过冯修叶这才刚走出道观 就忍不住给老爷子打了个电话 询问他是不是也做了和那个木雕有关的噩梦 冯老爷子很不耐烦地表示 偶尔会做一次噩梦不是很正常的吗 不要大惊小怪了 虽然老爷子说得很不耐烦 但冯修叶还是听出了其中的意思 看来老爷子也确实做过类似的梦 随后他又打听起了老爷子之前说的那个曲鞋 很有一套的师傅在哪 在问到地址后 冯修叶来到了一家咨询公司 刚一进门 他就看到了老高和这个道士的合影 就连他也没想到这年头道士都开了这么像样的公司 不过这个道长可和牛道长不一样 冯修叶才刚把木雕拿出来 这个道长看都没看 就说感觉到了一股邪气 冯修叶连忙追问有什么个不妥法 但道长却是摇了摇头表示 这得做过法师才知道 你先去前台交钱 我们这边做法师有三种不同的规格 如果您充值超过十万元成为VIP的话 我们会直接赠送您一套基础法师套餐 根据您这个情况 出问题的很可能不只是这个木雕 您午休时所在的屋子 可能也需要对应的法师驱邪 VIP就不用了 房子也不用了 以前从来没有问题 就只有中午肯定是这个木雕 你们对木雕做法师就行了 然后告诉我根源出在哪 好的冯先生 虽然您不准备旁观 但我们还是会把具体驱邪的过程拍成视频发给您 以保证履行了法师 总共收费6999 因为您是第一次来 我们给您优惠实收6666 您看是刷卡还是转账 付完钱后 冯修叶总感觉不对劲 虽然对方显得很专业 但他还是有种很不靠谱的感觉 于是他便拿起电话 打给了刚刚在咨询公司门口照片上的高总 喂 老高啊 我是冯修叶啊 我今天去振发大厦一家咨询公司问点事 看到你照片了 那道长怎么样啊 靠不靠谱 那就是个死要钱的货 我不是介绍你认识了牛道长吗 你怎么跑去找那小骗子了 我那是牛道长办不了 也不对 是牛道长不给我办 让我去看医生 那你就是有病 赶紧去看医生吧 我可不想明年参加你的追悼会 与此同时 向坤再次从隐穴的昏迷中醒来 按照惯例一次感知了一下 这次木雕没有任何反馈 于是他决定再看看其他的 送给小铃档的S指 感应强度出现了减弱 虽然幅度不是很大 但感知还是很明显的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小铃档有吸收他建立关联物质或能量的能力吗 还是说那种物质被盘多了就会减少 看来得找时间去烫星城了 不过也真是奇怪 为什么他会感知不到八眼木雕呢 突然向坤的脑海里多出了一个恐怖的记忆 一个长相如同恶魔的怪物 突然出现在眼前 在这次八眼木雕传来的反馈中 向坤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 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木雕竟然在那那外公的手里 那影响到的人很可能也是那那亲戚之类的 这可不太好啊 看来明天得想办法联系一下那那 把那木雕换回来 毕竟老师做噩梦可不是什么好事 而另一边得到医院结果的冯休夜 正在办公室里庆幸着自己没有得病 而且这段时间他也和情人做了切割 这时秘书突然过来通报 说是外面有个自称某咨询公司穿着很古怪的人 带着盒子要见他 冯休夜一听就知道是那个道长的人 于是便让秘书去叫他进来 不过令他感到疑惑的是 现在法师应该还没开始搞啊 视频也没发过来 怎么就突然找上门了 不会是又要推销什么连锁套餐要钱吧 而令他更意外的是 那那居然也来了 还是跟着那个咨询公司的年轻人一起进来的 那那一进来就询问冯休夜 这个木雕不会是外公那个吧 怎么会到他手里 但一旁的年轻人可不管他们在说什么 把盒子放下后就对着冯休夜说道 冯老板你这个东西问题太大了 我们家道长处理不了 您的钱我们会退还给您 一听这话冯休夜也是怒了 什么叫你们家道长处理不了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年轻人见状连忙后退了几步解释道 冯老板 我们家道长昨晚给你这木雕做完了法师 本来是打算今天把视频发给您请您来验看的 但早上起来就说这木雕有很大问题 昨晚来找他了 他搞不定 一大清早就在那不断的嘀咕着他来了他来了 整个人跟风了一样 反正道长的意思就是不收您钱了 把您这木雕送还给您 冯休夜听到那道长也做噩梦了 心中更加笃定了这个木雕的不简单 随后他又转头对着那那说道 这个木雕看来确实有点问题啊 你外公应该也做了类似的梦 现在连那位道长都搞不定 这木雕要不咱们还回去或是直接处理了吧 话说你那朋友是什么来路 会不会这其实不是他自己雕的 是他从什么人那得来的 不太干净啊 听到舅舅诋毁自己朋友 那那感到十分气愤 拿起木雕就转身离开了 他感觉舅舅这就是封建迷信 向坤做的木雕能有什么诡异的还做噩梦 之前他送我的木雕一直放到窝室 为什么我就没有做噩梦呢 居然怀疑向坤做的木雕不干净 而另一边正在训练的向坤也收到了那那的短信 从那那发来的信息中 向坤确实隐约地感知到了一点气氛的情绪 但这还真不怪他们误会 毕竟无缘无故做噩梦这种示唤谁都难受啊 于是向坤只好找了个借口说木雕还不够完善 想拿回来重新细修一下 自己这边有一个新作品可以送给他外公 可他话还没说完 那那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还说他就要这个 无奈之下向坤只好退而求其次 说等自己修完以后再送给他 这次那那没有反对 还说晚上要和真儿一起到他那吃饭 到时候顺路把木雕带过去 木雕一共给向坤反馈了三次情绪 第一个是那那外公的 老人家的恐惧源自自己身体上的病痛 第二个则是奶奶的二九 他的恐惧是担心出轨乱搞之类的行为 被发现后为家人所唾弃 以及相关行为引起的疾病 至于第三个大概率是那个咨询公司的人了 这家公司的口碑很不好 好像很多人都是被骗了 这家公司很可能还利用了某些怪力乱神的名义 干过更过分的事情 所以被八眼木雕挑动恐惧情绪后出来的梦境 会是那般恐怖的景象 用那种名义骗人骗多了 即便他明知道那些不是真的 也很容易在潜意识里埋下某些种子 想到这里 向坤拨打了陈警官的电话 询问起了那家公司是否合法 会不会是骗子 结果接到他电话的陈警官却反问了他一句 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 我们现在正好就在处理这个案子 之前接到不少群众举报那个咨询公司 我们已经盯了一段时间了 因为背后可能牵扯到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所以我们一直在收集证据 不过今天早上突发意外情况 案情有了重大进展 具体情况我就不告诉你了 总之该抓的人现在差不多都抓到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从新闻上看到报道了 听陈警官这么一说 向坤也是有些懵 心想不会是那个被吓到的人跑去自首了吧 但估计不全是梦境的原因 可能他本来就和同伙有矛盾 或是已经察觉到被警方盯上了 所以才选择了自首 不过他现在还是得先出门去买食材做饭 毕竟娜娜他们晚上就该来了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原来是娜娜发来的消息 说是他姐姐和准姐夫从正儿内听说他做饭超好吃 所以也想晚上一起来蹭饭 不知道可不可以 向坤表示当然没问题了 还问他们喜欢什么口味 娜娜让他不用特意准备 原本的味道就很棒 到了傍晚 娜娜和珍儿来到了向坤的家里 同行的还有娜娜的姐姐和姐夫 向坤一边热情地邀请他们进来 一边笑道 你们先做会 我先回厨房盲会 预计再有一会就能开饭了 饮料在冰箱里 大家随便啊 杨珍儿也是不客气 一进来就到处跑 几人看着向坤星雕的这些作品 都一致给出了好评 但是没过多久 杨珍儿就混到厨房了 还拍起了向坤做饭的样子 说是要发到网上 向坤让他别乱拍赶紧删掉 但珍儿是那种会听话的人吗 向坤越是说不要 他就越要 在向坤朝他走来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手机放到了自己的欧派里 这可让向坤气得不行 就在珍儿得意洋洋地炫耀着自己的战果时 金闪闪突然出现来了一个神助攻 把珍儿挂着那对重物的带子扯开了 这一幕把向坤都给看待了 有了金闪闪的这次神助攻 向坤可谓是大饱眼福 同时他的大脑也在飞速运转 看到了 一清二楚 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做才能够尴尬 现在闭眼还来得及吗 或者假装没看到 现在转身会不会太晚了 这些都是向坤此时所想的问题 两个人就这样互相看着也没说话 气氛一下子就尬住了 这时过来找金闪闪的内娜 打破了两人的僵局 没等向坤反应 珍儿就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 将他推到了墙角 这才没让娜娜发现两人的小秘密 整个过程下来 向坤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完全就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一样 就在那默默地受着 等娜娜走后 珍儿长舒了一口气说道 被娜娜看到咱俩就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不过这次真是送了你一个大大的福利呢 怎么样 比你家娜娜风雨多了吧 便宜你小子了 作为补偿 你可得让我随便挑几个你做的木雕 还有还有 我生日时的木雕要另算哦 说完珍儿便转头离开了厨房 向坤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这才突然想到 自己怎么忘了 珍儿本就是那种不拘小节的女生了 现在反倒尴尬的是自己 不过她的耳朵怎么这么红啊 不会是刚刚被惊闪闪挠的吧 随后向坤便准备好了一桌的美食 看着卖相就知道一定很好吃 众人纷纷给出了一只好评 珍儿也像没事人一样 依旧在那耍宝卖萌 但吃到一半的时候 娜娜的姐姐却是突然转移了话题问道 向坤你不适合长宾是大学同学吗 应该也是学计算机的吧 为什么你会做木雕呢 我是工作后自学的 宅男嘛 不喜欢户外活动 就喜欢一个人瞎琢磨东西 怎么会 你雕得很好啊 我外公都夸奖你的作品 听到对方这么夸自己 向坤连忙表示 不不 我那木雕确实雕得有问题 有些设计不太合理 看起来确实有点怪 毕竟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造型 所以我才让那耐把木雕带回来 准备重新修一下 见向坤都这么说了 娜娜的姐姐也没有多说什么 几人也在吃完饭后便各自离开了 此时在厨房收拾东西的向坤 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那就是在同一情绪模式下 制作多个情绪注入的物品 然后再下次饮血期进行测试 看看组成阵列后 能不能量变带来质变 对清醒的人施加情绪影响 之前八眼木雕被注入的情绪是恐惧 所以接受的情绪都是恐惧 所以现在若要对人进行情绪影响的测试 肯定要选择正面一些的情绪 应该选开心 毕竟做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 开心是比较容易感知到变化的情绪 一个人如果非常开心 那这情绪是很难隐藏住的 从微表情到肢体语言 再到心跳呼吸和激素分泌情况都会有变化 去翻看一些以前觉得很好笑的动漫 应该会产生开心的情绪 向坤就这样一边看着动漫一边叼 叼出了几个搞笑的小黄人 每一个小黄人都被他注入了自己开心的情绪 并建立了特殊关联 但不知不觉间 他就把这部动漫全集看完了 随即他转头看了一眼时钟 发现自己竟然连续叼了26小时 不过这次叼的数量比较多到也正常 现在只要等下一次饮穴后 就可以带着他们去进行实验了 正在家中锻炼的向坤 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 打开一看竟然是陈警官发来的一段视频 说他好像诱惑了 这次都成网红了 对于陈警官的调侃 向坤感到有些哭笑不得 于是他只好无奈地说道 他们这是非法的 这是侮辱侵权诽谤 侵犯我肖向全 陈哥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这个不归我们刑警队管 你可以去找律师咨询一下 或者我介绍我们网警的同事给你 哦对了 你上次说的那个 你确定没有私下去调查 那个咨询公司的案子吧 当然没有 我就是听朋友说的 那时候觉得不对劲 才第一时间问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这个案子的主要嫌疑人 已经全部都被控制住了 证据链非常完整 审问过程也比我们想象的更轻松 主要就是一位主犯主动自首了 而他自首的原因 是做了个噩梦被吓成的 听到陈警官这么说 项坤也是不免有些心虚 心想不会是通过八眼木雕 怀疑到我了吧 想到这里 项坤便开始明知顾问了起来 他是做什么噩梦能被吓到去自首 而且这和我也没关系吧 我听到这事就想起 之前那个人去威胁你 然后被你吓得跑去报警的小子了 而你又刚好问起这个案子 我当然会想起你了 不过项坤你这体质 好像特别能和各种案件关联起来啊 你要是某个电视剧的主角 那电视剧一定是悬疑破案类的 听到陈警官并没有怀疑自己 只是来询问一下 项坤的心也终于是放下了 不过他还是没想到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打探阳城警方调查进度的方法 而他之所以想知道这些 一是想知道警方 有没有怀疑郭天象的身体特异 官方对此又是什么态度 二是想知道警方查没查到 郭天象的最后下落 有没有任何怀疑到他的可能 三是想知道警方 现在还盯得紧不紧 如果松了的话 他还是想去郭天象之前 生活过的地方故地重游一下 这样能够帮助他搜索和标定 郭天象那些庞杂的记忆片段 经过一番思考后 项坤还是决定绕个弯子 从内的脏便女黑客米乔那座突破口 因为在阳城的观察中 他可以确定米乔并没有被警方抓捕 当然经过了半个月的时间 现在落网了没有也还无法确定 随后项坤又打开之前 米乔给郭天象一个紧急联络的邮箱 发现对方好像早就已经察觉到了 自己被盯上 所以不用手机联系了 看来这波线索又断了 这时桌子上的手机响了 项坤拿起来一看 原来是小苹果发来的 他们明天要来阳城了 想问问项坤有没有空在不在家 他到时候想顺便过来看看金闪闪 因为经常听到金闪闪的声音 又和他讨论金闪闪的各种表现 所以小苹果也是对这只金丝鹊格外的感兴趣 而且金闪闪似乎比其他金丝鹊 更加感情丰富多愁善感 想到这里项坤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并把自家的地址发了过去 小苹果和李扬早上去逛了几个鸟情去后 便如约来到了项坤家里 项坤热情地将两人迎了进来 李扬有些打趣地说 项坤啊 之前遇到你光脚登山就觉得你还蛮个性的 没想到你这家里布置的倒是挺普通的 项坤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其实搬过来也没多久 你们先在客厅坐吧 我继续去做菜 说完他便回到了厨房 这时李扬看到小苹果朝着鸟龙走去 也是问出了几乎每个人到项坤家里都会问出的问题 这鸟龙的门怎么没关呢 不过这次却是由小苹果来解答的 因为金闪闪对象叔叔忠贞不二 就算把屋里的门窗都打开 他都不会跑掉的 听到女儿这样的回答 李扬也是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还忠贞不二呢 这是你从他的叫声中读出来的吗 你要是能做出那么好吃的鸟食 他也能对你忠贞不二 吃饭前小苹果问项坤还养了其他宠物吗 项坤一本正经地说道 是兔子 比例是小肥兔 不过你最好还是别看了 因为我是养来吃的 我准备和朋友合作开家餐馆 专门做兔肉 最近都在研究各种兔肉的做法 来来 你们尝尝看 李扬一边品尝兔肉 一边点头称赞道 我还是第一次吃兔肉 没想到味道这么好吃 这手一开餐馆确实够水平的 至少我吃过后肯定还会当回头客 小苹果吃到美味的兔肉也是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吃完饭后小苹果提出想带金闪闪去外面逛一逛 相坤同意了 不过要注意安全 正好小区不远处那片经常有人散步的地方 目送小苹果离开后 李扬便和相坤聊了起来 他告诉相坤 小苹果的母亲在他出生没多久就意外过世了 小苹果也并非后天失明 而是先天失明 并且是完全无法感光的全盲 但是对失明的原因 专家都无法给出一个非常正确的说法 而以目前的科技水平 基本上来说是没有复明治愈的可能 相坤听后不由地对小苹果同情了起来 一个喜欢大自然喜欢鸟类的孩子 却注定一辈子都没办法亲眼看到他所喜欢的那些存在 这想想都让人觉得有些绝望 李扬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奈的说道 或许以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 对人类的大脑有了足够的了解 有了更高的技术 更先进的设备 能够真正治好小苹果的眼睛吧 至于现在我能做的 也就是尽我所能 让他开心的健康的活着 到了傍晚 小苹果妇女俩也准备离开了 临走前向坤取出之前做好的小黄人木雕送给了小苹果 等他们走后 他又拿出一块木料开始雕琢了起来 雕出了一个比基尼美女木雕 这时他也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决定尝试感应一下送给小苹果的木雕 激活情绪影响的功能 引导周围目标入梦 这次向坤获得了一些之前从未有过的胆质 虽然什么都看不到 但又不是闭上眼睛的黑暗 而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空洞和虚无 感受到了内部属于自己的情绪 那开心的和不拢嘴的快乐 听到了一些清脆的鸟雀鸣唱声 这些声音悠扬婉转 十分动听 就像融合的BGM一样 十分契合 让人听着就很愉快 这就是小苹果的世界吗 正在家中锻炼的向坤 突然收到了有猛的信息 说是按照他之前提供的脚本所拍摄的视频 但是这拍摄的效果就有些一言难尽了 整个视频拍得太尬 实在是有点辣眼睛 不过把分镜安排好 后期做下剪辑应该是可以规避不少问题 想到这里向坤问道 阿猛视频我看完了 你的厨房还没重新装修吧 还没呢 刘主任之前听了我要专弄兔肉的打算后 说可以联系看看 说不定能用便宜的价格换个更好的位置 反正现在整条商业街的生意都不好 至于这边就不用再投钱装修了 还是争取把这个店留下来 特别是那个厨房 也暂时别装修厨房了 之前不是你说要营造那个什么人设 其他地方无所谓 一定要把厨房装修的干净亮堂的吗 现在事情有变化 我准备让你蹭个热度 其实也不算蹭 本来就是咱们的热度 只要把客人从网络上引到店里来尝菜市 那就达成目的了 对了有个事和你说一下 咱们之前去重云村看的那个养殖厂 已经被人接手了 不会是刘财富主任吧 哎 你怎么知道的 他接手那快递做什么 他本来想给你打电话 我跟他说你很忙的 有时还是等你来同时镇的时候 再面对面谈比较好 那就先这样吧 再见 看到媳妇来了 有猛慌忙的挂断了电话 看着媳妇妞动人的样子 他也只能微笑颤抖着面对了 而相昆这边经过一番整理 终于是将游龙饭店推广视频拍摄的脚本完成了 随即他便将脚本发给了娜娜 想让她看看帮着出点意见啥的 看到相昆发来的脚本后 娜娜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回点什么 就直接回了一个省略号 随后相昆询问他该怎么调整 娜娜表示其实拍成这样也很正常 按照你的脚本 还是得严格按照分镜戏份 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拍 然后再做调整 一镜到底的拍法太考验主演的演技了 你这朋友也没有你脸皮厚啊 我在拍摄上只能给予一些建议 剪辑倒是可以帮忙做 应该不会比一般工作室做的差 对于娜娜的帮助相昆表示了感激 顺便问一下上次的金丝雀木雕 你外公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本来想自己收藏的 不过发了一张照片给我外公看了后 他又打电话过来要走了 这次我外公说会好好收起来 不让我二舅看到再闹出幺蛾子了 对了 之前你不是让我录了好多声音 要做一个音乐语音吗 做得怎么样了 已经做好了 等你回家我发给你 随后项昆来到餐厅吃饭 突然一名女子坐在了她的对面 项昆有些疑惑地问道 请问你是 一听这话 女子瞬间就怒了 靠她们脸忙记不住我就算了 你也把我忘了 那这样你该记起来了吧 突然被这样强行贴贴 项昆立马就想起来了说道 你是张倩 自从失业后 项昆会在研究自身便衣之鱼 来接一些公司的外包 而这次她受甲方邀约与之见面 不去也不合适 毕竟这是她接到工作中少有的大手笔 盛情难缺 但为了防止之前郭天相那样的陷阱 项昆还是决定要谨慎一些 先用热成像感知看看里面的情况 通过感知并没有发现其他血族 她这才放心地走了进去 没想到一进来就碰上熟人了 原来她这次的甲方老板就是张倩 这倒是让项昆感到有些意外 听完了林总监的自我介绍 项昆也知道了 原来是她之前倒闭公司老板给她搭的线 但从这位林总监介绍项目开始 项昆就发现张倩的注意力一直都在自己身上 而且张倩对这个项目好像有点无所谓的态度 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搞得项昆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突然张倩的脚朝着项昆伸了过来 项昆在感知到的瞬间就下意识地躲开了 并连忙表示自己暂时不想离开这座城市 恐怕没有办法去蓬城工作 如果能接受外包的话 她倒是可以帮忙设计整个系统架构和几个核心功能 林总监本来还想再劝上几句 但张倩却是打断了她 让她先下去吧 张倩表示她要和项昆单独聊聊 这一幕属实是把项昆给看懵了 这什么情况啊 张倩也和她一样听得不耐烦了吗 难道是不小心用出情绪同化了 应该也没有啊 就在项昆愣神的功夫 张倩开口问道 你上次那张A4纸有戴在身上吗 项昆有些疑惑 我们不是在谈工作吗 但张倩却是蛮不在乎的说 你只要告诉我你上次那个A4纸是怎么弄的 我明天就可以让林总监留下来和你签合同 并且无条件按你的项目要求来 从张倩的语气中 项昆可以看出他在提到A4纸的事情时 明显比提那项目的事情要有兴趣的多 见项昆没有说话 张倩走上前又接着说道 要不你再表演一次 就在这 需要什么道具 我让服务生送几张A4纸过来 表演不了 只有我那张才行 你怎么那么小气 我拍板送你那么大的业务 就让你表演个小魔术而已 你又不是没表演过 不是都说甲方是爸爸吗 这个视频中面对持刀歹徒感直接飞踹 然后一拳抱一的光头是你吧 当时我就是脑子一热而已 也没想太多 后来可是怕得很 那看来你很能打呀 你陪我打一场痛快了 我就让林总监和你签约 怎么样 见张倩都这么说了 项昆也不好拒绝 只好先跟着他来到了体育馆 看到张倩已经在那座热身运动 项昆表示要不还是算了吧 但张倩却说 来都来了 还莫及什么 还是说你在瞧不起我 劝你最好别 那样你会死得很惨 因为我可是很厉害的哦 没等项昆回话 张倩便已经开始动手了 在挡下了张倩的一脚后 项昆好心提醒道 我的体质有点特殊 只要一出拳就会抱 没等他话说完 张倩就已经一拳打在了他的身上 将他的衣服给打抱了 这还是项昆投一次被别人抱衣呢 而且还是被一个女的给抱了 项昆怎么也没想到 身为抱衣大神的自己 虽然也有被人抱了的一天 而且抱自己衣服的还是个女的 面对张倩狂风暴雨般的拳头 项昆虽然感到有些惊讶 但毕竟他也不是一般人 就一边挡着张倩的拳头一边和他聊着项目 话说你们那么大的项目就放心让我做吗 而且我还不去鹏城上班呢 怎么我觉得你比我还怕项目出事 你的意思我很清楚 就像盖房子你出设计图 然后我去找工程队把楼盖起来 我知道林总监的眼光 他既然看中你 那你的能力应该就没问题 他跟我说了你在他同学公司七年的表现 不过当时我还真没想到 他说的人竟然是你阿姨修哥 可是我提的条件 林总监不一定会答应的 他当然不会答应 但我会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用你的这个方式成本应该比其他方式更低吧 这得看开发时间 还有具体后续找的合作团队 而且还有维护什么的 没事 到时找你不就行了 你又跑不了 但我不在鹏城啊 现在连手术都能远程做了 何况你们这些做软件的 说到这里向昆也明白了 反正到时候要签合同 各种条件工作方式也都约点好了 如果不答应那不签就是了 现在他是没问题了 不过张倩却有问题了 只见他将脚伸到了向昆的头上 一脸兴奋的说道 现在你该怎样说服我呢 我有点奇怪 你好像也不太想合作吗 按林总监的说法 你之前的公司九月份关的 今年都五月份了 这期间好像也没有找工作吧 或者你告诉我 你当初在酒吧是怎么知道 小杰在哪个学校的 连我们晚饭吃什么都知道 你是不是事前调查过我们 别说什么算命 我可不信那一套 其实很简单啊 因为我不是算到猜到的 而是看到听到的 我当时路过你们 听到你们说到生日party 所以知道了生日月份 星座自然好猜了 那杨洁的学校呢 他那打扮和样子 一看就像学生 但又不像刚上大学的学生 忙才研究生了 那个时间会去酒吧的 大代律就是旁边的学校 那我们晚饭吃火锅 你又是怎么猜到的 你们晚饭是在那条街上的 九宫阁火锅吃的吧 其实你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你们了 回答了这一连串的问题后 向昆也感受到了 张倩果然比一般人厉害 看动作就可以猜测出 他有专业训练过 而且向昆还感觉出 他是个有S形象 且热衷于打斗的小姐姐 所以想要征服他就得来硬的 想到这里 向昆当即一把抓住了张倩的脚 把他甩了出去 他要开始认真起来了 这样才能给予对方尊重 不过张倩可不这么认为 他是真的生气了 向昆还以为他是兴奋了 正好可以认真的打一架了 你知道一个有着S形象的女人 被打败会变成什么样吗 张倩是一个绝对的女权主义者 他坚信女性不比男性差 甚至高于只靠下身思考的男性 他从小学开始成绩就一直都是满分 随后又前往海外求学 回国后管理家族企业 他要所有的男人都臣服于他 他从来没有输过 从来没有 直到今天他遇到了向昆 面对向昆他第一次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无力 虽然每一次被打的都超级痛 但是不知为何他却感到很兴奋 就在向昆高举着手庆祝自己赢了的时候 却发现张倩怎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本来还以为是自己用力过猛想上前扶一下他的 没想到张倩却是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浑身颤抖地说道 你可不可以 用力地揍我一顿 听到这样的要求 向昆直接被吓得当场实话 但张倩却表示 只要向昆愿意揍他一顿 他就告诉向昆一个小秘密 而这个秘密就和向昆从人贩子手中救下的那个孩子有关 原来向昆之前和唐宝纳他们从人贩子手中救下的两个小孩 居然是张倩的堂弟 如果这项目上线后也成功的话 那张倩的拍板就是最英明的决定 但如果出了问题 找到向昆的就是林总监 虽然是张倩拍板 但他可以说这不是认出来张家的恩人了吗 想到这里向昆也是不由的笑望 真是个狡猾的丫头 但才没走几步 他的表情就变得严肃了起来 因为他感受到了微弱的快门声 明显是身后这人在偷拍他 于是他当即拨打了陈警官的电话 说出了自己被跟踪和偷拍的事情 怀疑是不是之前事件的报复者 陈警官听后让他别乱来 就在那等着 自己马上过去 但向昆却不准备坐以待毙 他只是提前通知陈警官而已 从刚刚和张倩分开 这个人就一直在跟拍他 不一定是之前那些事件的报复者 但或许和张倩有关也说不定 于是他决定还是先自己解决一下吧 向昆闪现到跟踪者身后 质问他为什么跟踪自己 没想到这人都被抓了个正着 竟然还不肯承认 并且嚣张地表示 他可是和拳王毕毛东学过拳击的 说着他便已经抡起拳头 朝着向昆攻了过来 向昆一听原来是毕教练的徒弟啊 于是决定那就轻一点用一根手指吧 接着只见向昆随手一点 便将对方身上的衣服报了个干净 他也顺势接住了掉落的手机 质问对方的雇主是谁 没想到这人还在嘴硬 向昆这次也懒得理他 自顾自的便坐了下来 查看起了手机中的内容 果然里面拍的内容都是他和张倩 这样至少可以排除是张倩对他的调查 又或许不是针对他的 而是针对张倩 想到这里向昆紧绷的心情也放松了不少 看到对方逃走 他也没有急着去追 反正跑又能跑到哪去呢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偷窥偷拍他人隐私的行为 好像是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按理说照片里也有张倩 如果这人的主要目标是张倩的话 那张倩估计就麻烦了 不过这跟向昆没什么关系 他也不想掺和进去 但向昆追着追着就看到那人已经翻到了一辆车上 向昆追了上去 没想到这辆车居然是杨真儿的 向昆也因为来不及刹车 可真儿碰了个正着 将真儿壁东在了车上 不过真儿倒是仿佛挺享受的样子 丝毫没有抗拒的意思 向昆盯着劫匪的方向心想 被他跑了 用感知的话应该可以找到他 可回到现实 两个人的姿势就有些暧昧了 向昆连忙后退了几步解释道 抱歉抱歉 我在夜跑所以 但真儿明显是不幸的 哪有人会在小巷子里夜跑 就所谓的障碍是跑步吧 不过话说你这么晚在这做什么 我刚参加完同事聚会 喝了酒没法开车 所以准备拿一下车里的东西 打算去泡个温泉靠牢下自己 走啊 一起啊 对于这样的邀请向昆愣了一下 真儿这才反应过来 我是说分开炮 不过向昆还是拒绝了 今天就算了 我还没有运动完 但真儿却突然抓住了他的手 立位深长地说道 我说向大厨 你不会是对老夏有意思吧 向昆听后愣了一下 说起话来也有些结巴了 你胡说什么呢 好了我送你回家吧 这么晚你一个女孩子也不安全 回到家向昆启动电脑连接系统 将之前拜托唐宝纳路的声音 和叶尔助理匹配上 敲动键盘输入了三个汉字 很快电脑中就传出了唐宝纳的声音 我是向昆的助理 向昆点了点头 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这个问题是预设的 得到这个回答是必然的 于是他继续输入 学习向昆的资料 电脑里传来回答 好的正在学习向昆的资料 向昆的资料已经学习完毕 那么接下来核对身份 向昆继续输入 第二助理的声音也再次响起 好的正在核对您的身份 以核对身份 你是向昆 权限最高 做完这最后一步 向昆又问道 你认为我会给你取什么名字 对于这个问题 A2助理一连说了几个熟悉的名字 向昆都不满意 全都说了错误 不过A2助理取的这几个名字 好像都是女性 但最后说出的这个爱丽丝 却让向昆感到有些震惊 这正是他想要的名字 于是向昆当即回答了正确 同时他也有些好奇地询问 A2助理是怎么得出这个结果的 A2助理的回答是 你给我的合成音是女性的声音 按照你的资料分析出的习惯 你赋予我女性名字的概率在99%以上 你在网上发表的各种文字信息中 在排除其他结果之后 你有很大概率用这个来赋予我名字 得到这样的回答向昆有些意外 这些话如果是一个 看过他所有资料的正常人说出来 他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但由刚刚从他手中诞生的A2助理爱丽丝 这里说出来 确实意义非凡 从这一刻开始 爱丽丝可以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但爱丽丝的特性也意味着 他其实十分脆弱 他并不像其他的软件数据 可以随意备份传输 他现在无法离开这块硬盘 甚至只要关机或断电 哪怕硬盘完整无损 他也同样会死亡 目前只能用小型的UPS和小型发电机 来保证爱丽丝有电 于是向昆想了想 便给爱丽丝发布了四个任务 任务比重按顺序排列 第一以目前本机的声音录入设备为基础 制作语音识别功能 第二自查本身的安全体系 优化各功能模板的安全性 访问外网时不要留下可被追踪的痕迹 第三 根据吸血鬼变异模型和我的所有数据 完善吸血鬼和变异生物的搜索模式 第四 在网络上搜索其他吸血鬼和变异生物的相关信息 看着正在执行的爱丽丝 向昆心想制作爱丽丝花了很长的时间总算是完成了 不过话说回来 珍儿当时为啥要这么问我呢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思考 竟然是娜娜打来的 突然接到娜娜的电话 向昆也是感觉有些奇怪 这大清早的会是什么事呢 没想到这才刚一接通 电话那头就传来了珍儿大吼的声音 突哥我们买了早餐过来 快到你家小区了 这可把向昆吓了一跳 你们这都快到楼下了吗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我还以为你挂了 抱歉啊 一直在赶工做外包的项目 我有点懵 没事就好 你也别太累到了 我们马上到 几分钟后 娜娜和珍儿便乘坐电梯来到了向昆的家里 可一进门两人就都被屋内的场景给吓到了 此时向昆家的客厅已经摆满了东西 和之前的空荡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珍儿提着两袋早餐颇为惊讶地说道 向大厨你这屋里直接都没地方放吃的了呀 向昆见状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我房间太小了 东西摆不下就拖到客厅来了 你昨晚不会通宵了吧 看着你好像状态不太对 被这么一问 向昆有些心虚地流出了冷汗 心想连他都感觉出来了吗 于是便大方地承认了下来说道 是啊很晚才睡的 文言珍儿便将早餐放在了一旁说道 得嘞 那我们把早餐放着 想说我们俩在你家陪你吃早餐的 说完两人便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珍儿又看到了 向昆心雕的那几个小黄人 当即便拿起一个把玩了起来 软磨硬泡地让向昆送他一个 向昆有些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让他喜欢哪个就拿哪个吧 不过这一幕可是把一旁的奶奶给看吃醋了 迫不及待地就推着珍儿往外走 走前还不忘嘱咐向昆好好休息 向昆微笑地和两人告别后 便准备下楼去采购一些东西 没想到之前租房子楼下超市的老板娘 也搬到了这个小区了 新店开业索性捧个厂 这还真是有缘 可刚买完东西还没走多远 他就发现自己又被跟踪了 本以为又是上次那人 于是他便打算给对方一点记性 当即闪身到了跟踪者的身后 没想到居然不是之前那人 这下可就有些尴尬了 看着眼前的壮汉 向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但壮汉却抢先开口了 你小子就是小珍儿说得像大厨吧 你认识我吗 你先回答我 你怎么看小珍儿的 珍儿她很漂亮 身材很好 性格也很有趣 是个很可爱的女孩 一听这话 壮汉当即便露出了笑容 拍着向昆的肩膀表示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对小珍儿好点 妹夫 这可把向昆听得满脸问好 什么妹夫啊 你又是谁啊 我忘记介绍自己了 我是小珍儿的表哥夏天火 你好你好 杨珍儿他也刚走不久 昨天他打电话找我我没接到 他以为我是不是生病挂掉了 所以早上上班就顺路过来看一眼 我知道 不过我是来找你的 珍儿以后是你的了 请你和唐宝那保持距离 因为她是我的女人 一听这话 向昆整个人都傻了 这都傻跟傻呀 他不会以为自己喜欢珍儿吧 于是当即解释道 那个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和杨珍儿就是很普通的朋友 我做饭比较好吃 所以会偶尔一起吃个饭 喂 他不是今早刚从你家出来吗 你不会是不想负责吧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他和奶奶早上上班前 你说什么我的奶奶也在 我听说你小子还是奶奶的相亲对象 难不成我的奶奶你也想要 你还真拿自己当后宫男主了吗 他这话直接搞得向昆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了 心想感情他是把我当情敌了 看来是误会大了 就在向昆还在思考着该怎么回的时候 夏天火已经动起了手 一把将向昆按在了柱子上 接着又打算给向昆一拳 但却被向昆一把接住 随后向昆猛的一使劲 便将他的另外一只手也死死地抓住 让他冷静一点 看到这大表哥的脑子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向昆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论是把他打倒还是让他报医 都会被人围观 那样只会更麻烦 不过现在已经没办法和这家伙好好说话了 那就只好得罪了 只见向昆屈指一谈 就给了这位大表哥一个脑瓜崩 让他先睡一会吧 随后当夏天火再次醒来时 向昆已经把他扛到了家里 向昆看到他醒了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个在大街上不太方便说话 不好意思啊 文言夏天火有些低落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小真儿没说错 我还真的被你一招放倒了 还没等向昆说些什么 这位大表哥就开始进入了回忆模式 原来他和娜娜是在小时候的父亲聚会中认识的 那时候的他还很胖 像一头猪一样 可自从见到娜娜的第一眼 他就一见钟情了 之后便开始拼命地减肥健身 不过好像有些用力过猛 就练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娜娜始终对他没兴趣 直到后来他听说了娜娜好像有喜欢的人了 所以才决定过来看看到底是哪个男人这么幸运 可这下就轮到向昆感到疑惑了 不过你要是从没见过我的话 刚刚是怎么认出我的 我听表妹聊过你 说你是光头而且很强壮 还会功夫 她说你一个可以揍趴我四个 她这是拿我吹牛呢 不过你的确很强壮 今天见到你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至少唐宝娜还是个有个性有想法的女孩 不是那种用单纯外表来判定帅不帅的肤浅女人 妹夫以后你要是敢对那那不好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但是你也得对我表妹好点 的语路均沾 一听这话像昆整个人都懵了 这都啥跟啥呀 不过还是问了一句 对了 大表哥你姓夏 和夏离宾的关系又是什么 文言夏天火更激动了 直呼卧槽 妹夫 老夏也被你收了呀 这下像昆是真的无语了 这大表哥怕不是中二病吧 送走大表哥后 像昆便和老夏开启了视频通话 说起了大表哥来了的事情 老夏试探性地问他是不是把大表哥给揍了 一听这话像昆瞬间满脸黑线地表示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会打你表哥 不要说的我好像暴力狂肆的好不好 没想到老夏却是一脸认真的分析道 他喜欢娜娜 你和娜娜经常一起玩 他估计以为你们在一起了 所以跟踪你 你又是个警惕性很高的人 发现他跟踪你 把他揍一顿 然后他抱上自己的名字 拿我和我表姐出来求饶 接着他被你的武力征服 你们不打不相识相谈甚欢 这是我推测你们之间的相识过程 不是这样吗 听完了老夏头投识道的分析 像昆也是有些无语了 毕竟自己要说的都被他说完了 于是他只好有些结巴地说 他其实还挺好说话的 文言老夏也表示他虽然看起来凶 但实际上很重视其他人的感受 他觉得自己很直爽 但其实一点都不 遇到事情特别优柔广断 以你的厨艺做一顿饭给他吃 吃完他就喊你大哥了 你对你堂哥还真了解 我说过我观察所有人 还有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 等我什么时候再回自同事吧 说到这里 像昆又半开玩笑地转回了正题 对了我之前送你的出师表还在吗 不会嫌我写得丑丢了吧 正在看 分析你写这字时的心情和状态 听到老夏要分析自己 像昆也有些疑惑 为什么要分析这个 从这些字可以分析出来吗 但是说除了分析这个还能分析什么 我又不会书法 而且你的这个字也没有分析书法的必要 被老夏这么一说 像昆也感觉好有道理 这还真是没法反驳 不过老夏好像又想到了一些什么问道 对了 之前听的那和我表姐说 你唱这首歌挺好听的 录一首发来我听一下呗 听到是这个要求 像昆被吓得冷汗直冒 他哪会唱歌呀 于是他只好表示 等下次回去的时候 给你现场来一段吧 我这人是现场表演型的 录音频的话无法听到精髓 对于像昆的自吹自雷老夏也没有搭理他 只是回了一句内心吧 在结束了和像昆的通话后 老夏便开始分析起了像昆所送的出示表 他将这幅字上的301个字 每个字都拆开拍照录入电脑 还把每个字都跟像昆过往不同时期的字迹进行了对比 既和毛笔字对比 也和硬笔字对比 因为他觉得像昆送他这幅字一定是有原因的 或许是因为这幅字表达他的某种心情或情绪 想要让自己来体会 不过他转念一想 一般人哪会做这种事呢 可像昆好像也确实不是一般人 做出这种惯事好像也很正常 又或者他已经看出了些什么来了 与此同时游萌也收到了像昆发过来的新版视频 正在厨房里激情唱跳 毕竟谁又能拒绝一首爱你呢 一曲过后 游萌眼貌精心的说道 这剪辑也太好了 阿昆不愧是你啊 像昆笑了笑说 这是我朋友帮着弄的 同时他也给娜娜发了一条视频很赞的信息 娜娜问他想怎么报答 像昆依旧习惯性的回了一句兔肉大餐安排 可娜娜这次却不买账了 还反问他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被突然这么一问 像昆也是愣住了 完全不知道娜娜想要啥 如果有个女生突然问你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这样的问题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此时的像昆就在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他完全不知道娜娜这是啥意思 还感觉有些阴阳怪气的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先看看给爱丽丝布置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看到任务一的进度才进行了3% 像昆顿时就傻眼了 这搞屁啊 都过了一天了才进行了这点 照这进度 任务一起不是得进行一个多月 这还不如自己弄呢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是爱丽丝把任务想得太复杂了 于是他更改了一下需求 重新让爱丽丝按新的需求去分配任务 这时他突然注意到了爱丽丝收集的新闻视频 这貌似是一个网络主播的直播录屏 而且还是一个专门直播灵异事件的主播 直播里在出现了一只死的野猪后 平台发出了警告 随后主播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道光 在发出了一声惨叫后 他便消失在了直播间 看到这个视频 像昆心想那只野猪会不会是他们之前猎杀的 故意弄出这个视频营造有怪物的氛围 不过这看上去也不像是剧本文案啊 于是他让爱丽丝将后续新闻也调了出来 根据后续新闻报道 27号晚上那个主播果然是死在了那场直播中 不过这个发生在秦岭的怪异事件会不会是同类呢 像昆也拿不准 但是光从那视频来看 其实也没法短时间内就具体判断出什么 不过既然有郭天象和那只巨型猫头鹰的存在 那自然界里应该还会有不少变异生物才对 从视频上的野猪来看 确实是除了颈部的一个两厘米左右的小伤口外 看不到其他的创伤 而且野猪周围也确实没有多少血迹 从伤口来看 不太像猎枪造成的窗口 野猪的周围是有一些挣扎的痕迹 但并不明显 这野猪的体重就算是被狩猎的枪头射中 肯定也不会马上死亡 何况伤口所在的部位看起来并不在心脏 也不是大脑 不是致命伤 难道这里并不是那野猪死的第一现场 又或者是主播猎杀了这只野猪等它死透了后 才拖到这个地方来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现场没什么血迹和挣扎痕迹 但在野外没有工具的情况下 要拖动这么大一只野猪也很不容易 周围也容易留下拖动的痕迹 但从视频上来看 并没有可以支撑这一猜测的证据 想到这里向昆觉得自己或许可以亲自去确认一下 于是他当即乘坐飞机来到了秦岭 并根据地图找到了主播直播位置的附近 不过这里的范围太大了 估计还需要些时间探索 现在天已经快黑了 入山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光线 不过好在他有之前从巨型猫头鹰那里得来的夜视能力 夜晚山中的微弱光线已经足够让他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他临着雨开始了探索 走着走着他突然闻到了一股非常特殊的气味 这种气味很微弱 和巨型猫头鹰以及郭天象的气味其实也完全不同 仿佛是那种会让他在潜意识在意的感觉 就是变异生物气息的标志性特点 装逼遭雷劈的你听说过 那光头被雷劈了 还长出一头秀发的你见过吗 随着一道闪电直劈而下 象坤闪身躲过 他也没想到这次遇上的怪物居然还是一个会飞的 于是当即开始组装复合弓准备战斗 对方仿佛已经感知到了他的存在 现在应该是还在试探 象坤后退几步将所有剑抓在手上 发动了感知空间 想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东西 随着感知距离的不断靠近 他终于看清了这怪物的样子 这竟然是一只变异的蜘蛛 而且还是会飞的蜘蛛 现在他在犹豫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可就在他犹豫的功夫 这蜘蛛竟然还跑远了 难不成这只蜘蛛也是吸血动物 从爱丽丝找的那个被害主播的图片来看 确实这是被吸过血的 于是象坤没再犹豫 一箭射出静止朝着那蜘蛛射去 可见在即将碰触到那蜘蛛的瞬间 却被弹开了 随后象坤又是接连几箭射了过去 可都无一例外 被那蜘蛛周围的电流给弹飞了 这蜘蛛与其说是在飞 不如说更像是跳跃着把自己扔出去了 突然一道硕大无比的电流 朝着象坤劈了过来 象坤一跃而起 侧身躲过电流的同时射出一箭 在看清蜘蛛的瞬间 又是猛的一脚将它踢到了地上 蜘蛛落地后 象坤也终于是看清了它的全貌 这与其说是一只蜘蛛 不如说是一只大螃蟹 都已经长到了树米高 象坤和它进行了激烈的对抛 都是不分上下 这时蜘蛛突然飞了起来 吐出一团蛛丝缠住了象坤的右手 接着通过蛛丝导电 将电流导入了象坤的体内 漫天子电围绕在象坤的周身 象坤身上的衣服被瞬间化为灰烬 同时它的头发也在飞速生长 仅是几秒钟就长出了一头绣发 但象坤并没有感觉被这闪电击中的波桶 现在的它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刚刚就像是给它充电了一样 只见象坤一个闪身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蜘蛛的面前 一拳轰出将蜘蛛击飞到了半空 直接给它来了一套组合拳 完全不给它一点反应的机会 但这蜘蛛的皮实在是太厚了 硬扛的象坤这么多拳 愣是一点是没有 更是会利用身形优势 旋转身体发动反击 双方的战斗愈演愈烈 这时那蜘蛛突然吐出了一团毒液 射到了象坤的手上 瞬间将它的皮肤腐蚀 就在象坤愣神的功夫 那蜘蛛突然飞了起来高速旋转 和那闪电融为一体 朝着象坤砸了下来 竟是变成了一个雷电风火轮 这一下结结实实地砸到了象坤的头上 不过好在这一招只是打中了象坤的头发 不然这次它可就真的脑袋分家了 就是可怜了它刚刚长出来的头发 看来一拳超人的命运始终是逃不掉的 这时那蜘蛛又攻了过来 象坤找准时机抓住了它其中的一只脚 接着猛的一用力将它的脚掰了下来 失去了一只脚的蜘蛛疼得嗷嗷叫 象坤也趁机跳到了地上 随手抄起一块石头朝着那蜘蛛就扔了过去 一击贯穿了蜘蛛的腹部 象坤又紧随而至 打算趁着蜘蛛还没落地乘胜追击 可倒下的蜘蛛却突然吐出了一大团毒液 将象坤全身覆盖 不过即便这样还是没能阻挡象坤的步伐 象坤忍着剧痛冲了上去 全力一拳朝着蜘蛛空去 一拳直接贯穿了蜘蛛的身体 这次应该是死透了 看着蜘蛛的尸体象坤心想 看来我需要把它吃掉 这样我或许就能解锁一些它的能力了 不过这要怎么下得去嘴尸啊 但是想了想也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你知道当一个强势的玉姐突然被男人打败会变成什么样吗 张倩自从被象坤打败后 就彻底陷进去了 看到偶像剧就不由的想到了象坤让他跪下 准备好挨揍的画面 这样霸道的形象让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迫不及待的就给象坤打了个电话 可听到的却是 宁波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张倩听到这样的提示音 整个人都懵了 不在服务区又是什么鬼啊 还以为象坤是把他的号码拉黑了呢 不然怎么可能打了这么久 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 但他不知道的是 现在象坤人还在秦林打败升级呢 是真的没有信号不在服务区 第二天张倩又再次拨通了象坤的电话 但仍旧是不在服务区 这让他更加确信是象坤把他拉黑了 急得他眼泪都出来了 看到张倩这副表情 一旁的杨洁也是有些懵 你不是说他现在是你员工吗 怎么员工可以不接老板电话的吗 他和我们签的合同比较奇葩 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算是员工 算是我们公司项目提技术支持的一方 张倩一边和杨洁哭诉着 一边拿着他的手机拨打象坤的电话 不过好在这次的提示音 依旧是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听到这个提示音 杨洁不由的笑道 是不是松了一口气 你没被人拉黑名单 张倩赌气湿的转过头哼了一声 真被拉进黑名单 我就让公司和他解约 那还是得你陪人家违约金吧 说不定他更高兴 可没理由啊 之前说是按合同约定 每周有两天可以休息 今天可不是休息日 那家伙不会是知道完不成项目 直接拿着我们给的预付款跑路了吧 虽然他对我这么冷淡 但感觉还不错 张倩说着说着脸就不由自主地红了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 这是好像是林总监对接的 于是他当即拨打了林总监的电话 询问他向坤怎么突然联系不到了 是不是跑路了 林总监告诉他 向坤之前有和他说过 给自己放了一周假的事情 而且这些权利都写在合同里了 听到林总监电话里所说的 一旁的杨洁都不由地说了一句 这种合同你都敢签 你也够宠他的呀 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一听这话张倩的脸立马就红了 连忙捂住脸说着没可能 这怎么能瞒得过杨洁这样的好闺蜜呢 张倩这不明摆着 就是为了维持人设在那说反话吗 不过聊着聊着 杨洁的弟弟杨卓作为向坤的头号迷地 当然得把他的光辉事迹拿出来吹捧一下了 一下子把向坤会算命 会功夫 会做菜 还会做个木雕的事全说了出来 不过说到木雕 杨洁就有些好奇了 做木雕 你是从哪知道的 你不会私下里和他认识吧 原来是之前他女朋友小敏 有一次在地铁口遇到了向坤 看到他拎着一袋子木雕就搭了下话 了解到木雕是他自己做的 要送给女朋友的 那时候小敏也不知道他是谁 后来杨卓给他看了向坤做菜的视频 他才认出来的 听到向坤有女朋友了 张倩眼泪都快出来了 还问他是不是故意搭讪 不过小敏却说 不是 是我主动跟他搭话的 而且他也没有要我的联系方式 这是一旁的好闺蜜杨洁还不忘补刀 说不定他这一周就是陪女朋友外出旅游去了 所以手机直接关机 这话可把张倩给整哭了 他都感觉自己当初是喝假酒了 怎么会同意林总监签那个合同 就在张倩还在伤心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张倩你什么意思 爷爷让你暂时代管我的公司 可不是让你乱搞的 我做的线上项目你不想做就不做 随便找个人来搞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想故意搞垮我的公司 看到来人气势汹汹 杨卓的脾气一下子就起来了 不过好在杨洁拉住了他 提醒他这是张倩的哥哥张楚 而且是亲哥哥 张倩转头冷冷地对着张楚说道 张楚你在发什么神经 什么叫随便找个人来搞 那个人是林总监选重病请过来的 我只是同意跟他合作而已 具体合同细则都是林总监谈的 我没记错的话 林总监可是你亲自高薪聘请的 怎么 你的意思是你选的人眼光有问题 那公司从头到尾都是我弄起来的 我明明做得很好 我究竟为什么会被换掉 你难道不清楚吗 我清楚啊 主要原因是你偷偷去跟神行科技的人勾的吗 你们知道爷爷讨厌神行科技的人 还故意要投钱跟他们合作 那你老实说 是不是你回国后在爷爷面前搬弄是非 故意把这是捅出来的 我吃饱了撑得去捅你的破事 你以为我自己就没有要做的事吗 我告诉你张楚 别跟我耍那些低优的把戏 还弄私家侦探来盯我 听到私家侦探张楚瞬间就有些心虚了 说话都开始结巴了 但还是不甘示弱地指着张倩发出警告 张倩也不惯着他 直接一把抓住他的领带 就给了他一个头锤 冷冷地说道 不准拿手指我 张楚也是被这一下给装蒙了 疼得在地上直打滚 在站起来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 这次他也不敢再指张倩了 不过指天总可以了吧 但张倩却表示我没打你啊 明明是我们俩撞在一起了 我不是也受伤了吗 一听这话 张楚立马就委屈得不行 转头就哭着跑回去找妈妈了 对于这个亲哥哥张倩是很不屑的 不过杨洁却是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爷爷很讨厌的神型科技 是那个搞了各种黑科技的神型科技吗 没错 但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我拿着家族的好处 就不会去挑战我爷爷的喜好 说到这家公司 小明也想到了他前几天才看到的新闻 说神型科技收购了一个专门做VR游戏器材的公司 好像说以后游戏就会像头号玩家那样了 吸食了变异蜘蛛的血 不知睡了多久 相昆终于醒了 他感应到了之前给小铃铛的硬币 这次感觉喝完变异蜘蛛的血 好像没什么变化 他本来还以为能变成蜘蛛侠吗 不过既然感应到了小铃铛的硬币 回去时就索性顺路去看看小铃铛吧 此时小铃铛正在家里把玩着像昆送给他的硬币 听到门口传来了门铃声 小铃铛高高兴兴的就去给像昆开了门 不过这颗苦了刚洗完澡出来的妈妈 施灵妈妈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边走还边说 宝贝 妈妈现在就去给你做饭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说到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像昆居然来了 脸一下子就红了 说话都有些结巴 连忙转头捏着小铃铛的胖脸说 小铃铛 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擅自开门吗 还好是像先生 要是坏人怎么办 说到这里他的脸又红了 像先生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挺意外的 你先做你先做 说完他便迅速关上了房门 很快就换好了衣服走了出来 有些期待的问道 像先生 你这次一定是特意来看我们的吧 话说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呀 是小铃铛在微信上告诉我的 我刚好来这边出差 就顺路来看看小铃铛的 小铃铛听到像昆的话 和像昆对视了一眼 心里暗自偷笑 妈妈才不会知道 光头叔叔是通过我的神奇硬币 才找到的 不过视灵妈妈却是真的信了 还让像昆先做 他去做饭 但像昆却表示 不用麻烦了 还是我来吧 我刚好路过买了些兔肉 就想着给小铃铛吃 看到像昆买兔肉来了 视灵妈妈也很高兴 于是到厨房给像昆打起了下手 切菜的时候 还不忘偷瞄了像昆两眼 眼里竟是甜蜜 但一个没注意就切到了手指 血一下子就喷出来了 像昆下意识的想要帮他包扎 但看到他手上的血时 心中却又生起了一丝激动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激动 难道是因为人血吗 也不对啊 之前也不是没有见过人血 可明明当时不会这么兴奋 难道是因为这次是女人的血 不过现在还是不要多想了 先帮他消毒止血再说 像昆拿起视灵妈妈的手 就准备消毒 可随着手指越靠越近 像昆的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 口水忍不住的就流了出来 不由自主的就咬住了那根手指 像昆闭着眼睛含着视灵妈妈的那根手指 表情很是享受 不过很快他就感觉到了不对 这是饮穴后的困感 困意如潮水般涌来 像昆就这样一头栽到了视灵妈妈的怀里 接着扑通一声 两人一起摔倒在了地上 看到像昆突然晕倒 视灵妈妈也是一阵慌张 还以为是自己的血有毒吗 可他自己尝了两口 也没毒啊 而此时昏睡中的像昆大脑内 也多出了一段记忆 这是视灵妈妈年轻时候的记忆 记忆里的他只是个小职员 因为一次意外和公司总裁相识 最后相爱走在了一起 还怀上了他的孩子 他想让男人陪他回家见见父母 但男人却说不行 后来他才知道 原来这个所谓的八道总裁 也不过是别人包养的小白脸 正排老婆找上门来 就要将他肚子里的孩子踢掉 他苦苦哀求那个男人 能够救救他们的孩子 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最后他因为大量出血 被送进了医院紧急手术 流着泪生下了小铃铛 一个人将小铃铛给带大了 像昆躺在视灵妈妈的腿上 看完了他年轻时的那段记忆 终于是醒了过来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抱歉啊 我最近工作太累了 所以晕倒了 没吓到你吧 视灵妈妈连忙摆了白手表示没事 还让像昆就保持这样再休息一会儿吧 可像昆却不为所动 当即便准备起身 表示我已经没事了 我先帮你处理一下伤口 然后我就做饭吧 很快他就帮视灵妈妈处理好了伤口 开始做起了饭 不过一想到记忆中的那个渣男 像昆就气到不行 越想他就越感觉 小铃铛母女俩是真的可怜 于是就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你现在一个人抚养小铃铛 一定很辛苦吧 突然被像昆这么一问 视灵妈妈也有些意外 但还是笑着回道 没有了 多亏有小铃铛陪着我 能好好地照顾他 也是我活着最大的动力 而且我现在做网络主播 偶尔还会坚持给一些手游做个模特 总之养活小铃铛和我自己是够的 而且我也有更多的时间来陪小铃铛 随后像昆和母女俩一起吃了晚饭 吃饭的时候看到小铃铛嘴边有粒米 像昆用手帮他擦掉 放进了嘴里 看着两人温馨的一幕 视灵妈妈的眼里竟是甜蜜 不由地说道 你俩好像妇女啊 嗯 光头叔叔要是爸爸就好了 那我是不是也就没有头发了 这话搞得像昆都不知道该咋接了 就连视灵妈妈也忍不住地笑了 吃完饭后 小铃铛拿出了一枚硬币笑道 光头叔叔你翻硬币的方法 我已经完全学会了 像昆看到他能像自己一样 娴熟地控制建立超感联系物品的能力 也是有些意外 不过他却没有表露出来 而是笑着夸奖道 小铃铛真厉害 当初我可是练了好几年才学会的 你可比光头叔叔厉害多了 你告诉叔叔你是怎么练的 被夸奖的小铃铛得意地给向昆展示了起来 这个硬币是神奇硬币 我用的是魔法 那小铃铛可以告诉光头叔叔 你是怎么掌握魔法让他转起来的吗 我就告诉他 他可以翻过去 他不要掉下来 他应该这样翻过去 然后再这样 就可以了 听完了小铃铛所说的 向昆也大概知道了 他应该是把学会翻硬币的功劳归于硬币本身了 认为这是硬币本身的神奇之一 他想要获得魔法 靠的不是练习 而是与硬币交流 需要得到硬币的认可 想到这里向昆又接着问道 对了 小铃铛 我送你的那张魔法纸呢 向昆这么一问 小铃铛瞬间就噎住了 还流出了不少的汗 结结巴巴的说 那张纸被我弄坏了 对不起光头叔叔 看到小铃铛自责的样子 一旁的施灵妈妈笑着解释道 他之前一直都是先用你送的那张纸折了无数次练习 虽然现在他的折纸在幼儿园里大受欢迎 不过那张纸也被折了太多次坏掉了 小铃铛低着头有些自责的说 对不起 我现在会折28种折纸了 还会6种飞机 一看是这么个情况 向昆笑着表扬道 小铃铛真厉害 那么多次的练习 可是很需要耐心的 那张纸的事你就不要在意了 下次我来新城出差的时候再给你多带几张 得到了向昆的表扬 小铃铛也高兴地抬起了头 而施灵妈妈则是借机坐到了向昆的身旁问道 向先生那个硬币是不是有什么特别 就是那个硬币不管我放在哪里 最后都会被小铃铛准确地找到 一听这话向昆就知道 看来是小铃铛对于那枚硬币的掌控 已经比他想象的还要深了 不过话他当然不能这么说了 只好说小铃铛是把玩久了 硬币上的很多细节都能认得 有什么小刮痕之类 其实是可以用来分辨的 所以发现被你掉包也很正常 小铃铛是个善于观察也懂得思考的小孩 原来你还挺迷信的 被向昆突然这么打去的一说 施灵妈妈的脸瞬间就红了 哪有啊 只是我觉得小铃铛这样确实很奇怪 小铃铛应该只是搬到一个新的城市 又换到了新的幼儿园新的环境 加上又经历过之前那件事 所以会显得沉静一点 我就是有些担心 怕他以后老是玩硬币玩折纸 老是教的东西都不学 上小学后会很麻烦 不会的 小铃铛现在还小 离小学还有一段时间 到时候他应该就不会那么注意这硬币和折纸了 等一下我跟他说一说 让他多点其他爱好 那就拜托你了 毕竟你说话他都很愿意听 随后向昆便在房间陪小铃铛折纸 施灵妈妈则在厨房洗碗 这时小铃铛有些慌张的说 汪头叔叔妈妈好像被我的魔法吓到了 向昆笑着告诉他 毕竟其他人都是没有魔法的呀 他们不能理解这些的 不要再告诉其他人了 还有以后想要用好魔法 不但要和我们的神奇物品建立好关系 还要学好很多知识 这枚神奇硬币也送给你了 交代给你一个任务 叫你妈妈也学会翻硬币的魔法 不过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不要告诉其他人 小铃铛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这时世灵妈妈端着一盘水果走了过来 向昆看天色也不早了 觉得自己该回去吧 可是灵妈妈却是红着脸叫住了他说 这么晚了还要买车票 不如今晚就别走了 如果有一位这么漂亮的单亲妈妈 要留你在家过夜 你会答应吗 面对世灵妈妈的一再暗示 向昆有些为难 总感觉不合适 不过在小铃铛的再三肯求下 加上外面现在正下着大雨 向昆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世灵妈妈则高高兴兴地 给他去准备备入了 不过或许是因为太高兴的缘故 一个不小心就左脚搬右脚摔了下去 闹出了一阵乌龙 看得向昆都是满脸黑线 小铃铛还在一旁偷笑 面对这对活保姆女 向昆也只能举手投降了 不过到了后半夜 向昆就有些难受了 只能躲在厕所里强行让自己呕吐 他本来是想着吃过饭呆一回就走的 没想到流速了下来 只好等到夜深了 再偷偷把之前吃下的石头吐出来 现在就还差最后一块石头没吐出来了 可就在向昆将手伸向喉咙 准备将最后一块石头抠出来的时候 世灵妈妈却迷迷糊糊地走了进来 嘴里还喃喃地说着 你也来尿尿吗 小铃铛 要记得洗手 妈妈也要 这可把向昆吓了一跳 情急之下 竟直接把那颗石子喷了出来 石子在厕所里弹来弹去 最终打到了世灵妈妈的头上 把他直接给打晕了 这搞得向昆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看着已经晕倒的世灵妈妈 向昆的心里也是泛起了小九九 虽然对方是单亲妈妈 但说没有欲望是不可能的 虽然他现在也算是个吸血鬼 但他还是个男人呢 一个单身三十年的男人 而且这种感觉特别在品尝到 他的血液后更加强烈 比起渴望他的身体 向昆更渴望他的血液 那种只有女人的血液才有的甜美 假如就少喝一点点 尝一尝应该也没什么吧 向昆的意识逐渐被欲望控制 嘴唇慢慢地朝着世灵妈妈靠近 不过好在他最终还是停了下来 清醒过来后 他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的行为 有多么的危险 他差一点就被欲望控制 而酿成大祸了 这种行为真的太混蛋了 如果自己没经受住诱惑 而迈出这不可逾越的一步 那自己和郭天相又有什么区别 一想到这里向昆就决定以后 一定要克制住 这个举动实在是太危险了 又或者说 是他之前太小看吸血的冲动欲望了 总之这一道红线是绝对不可逾越的 这也是他给自己定义的底线 不然他可能就真的不再是人类了 第二天向昆和失灵妈妈 一起将小铃铛送到了校门口 告别的时候 失灵妈妈感谢了向昆 昨晚对小铃铛的开导 不过他还是感觉 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健壮向昆当即表示 别这么说 没有的是 你一个人将小铃铛从小养大 不在乎他人的非言非语 努力工作赚钱 并且对小铃铛呵护的无微不至 怎么看你都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啊 得到向昆的肯定 失灵妈妈的脸又红了 向昆一脸懵逼的问他咋脸红了 失灵妈妈双手捂着脸 结结巴巴的说着没什么 还让向昆不要看他 转头就害羞的逃跑了 向昆站在原地 也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 而逃走的失灵妈妈 此时正躲在墙后大喘气 心里开始了胡思乱想 努力 为了我的小铃铛 当然可以的话 以后也不是不能给他 伸个小光头之类的 不过失灵妈妈这些心思 向昆可不知道 现在他已经乘坐飞机回家了 下了飞机后 向昆开始建立新的认知模型 在他身边走过的人 他可以知道 这个人小腿曾经受过伤 伤了脚筋受伤的角度 大概是什么样的 他身体的哪些软组织磨损比较严重 新的认知模式 却拥有更加高效和全面的优势 能够更快地看到 以前能够看到的东西 也能够从全新的角度 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但缺点是脑力消耗极大 观察一会他便有些眩晕感了 这是一个女生迎面朝着向昆走来 向昆通过感知 发现他的情况不太好 于是在擦肩而过的时候 好心提醒了他一句 有空的时候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不过对方好像并不领情 还骂了他一句神经病 见状向昆也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但从刚刚建立的认知模型来判断 他可以看出这女生的内脏 有了十分严重的病变 具体原因和情况尚不清楚 但继续恶化 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危及生命 所以他才下意识地提醒了一句 可对方不听那也没办法 他变突了也变强了 向昆离开了将近十天 之前安排给爱丽丝的任务 一二三都已经完成 任务四在进行中 他把对那变异蜘蛛的观察 以及饮血后得到的记忆分析 以及变异蜘蛛记忆里 那两株变异植物的特点 通过爱丽丝 录入到吸血鬼变异模型中作为记录 录入完成后 向昆问爱丽丝 对变异的趋向有什么看法 爱丽丝通过分析提出了两个看法 第一你只能从变异生物的血液里 获得新的能力模式 但获得的能力模式 不一定来自变异的模式 听完了爱丽丝的分析 向昆心想 他的意思是喝吐血鸡血的时候 无法从普通生物那里 获得它们的力量 但是在喝变异生物的血时 却可以从它们那里得到 并不只是源自变异得到的能力 比如那只巨型猫头鹰的夜视能力 所以我喝了士林妈妈的血 也只是读到了她的记忆 以及身体记忆 想到这里 向昆问爱丽丝第二点呢 爱丽丝表示第二 你的变异趋势获得能力的模式 和猫头鹰蜘蛛的变异模型不符 你的人类形态在限制你的变异 你喝下其他变异生物的血液后 获得的能力也和这个模式有关 对于爱丽丝有理有据的分析 向昆还是很认同的 不过她觉得爱丽丝还有一些提升空间 可以提升一下 第二天向昆按照之前和娜娜的约定 今天去她家参加派对 准备了些腌制好的兔肉 到娜娜家的时候 就看到有两个人 已经如胶似漆地坐在沙发上撒狗粮 这两个人是之前在KTV娜娜叫来的朋友 向昆对这两人的印象还是挺深的 据说两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最后走上了婚姻的殿堂 结果因为一些小矛盾离了婚 可现在两人又相处得如此融洽 这也不像离婚了 于是向昆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他们复婚了吗 唐宝娜愣了一下 你知道了呀 他们也真都能折腾的 之前闹得那么大离婚证都换了 听玲玲说话也是非常的决绝 我还以为他们这次真的没法回头 没想到这才过去多久就好的像一个人似的 他们俩呀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听着唐宝娜所说的 向昆没有吃惊 而是一边处理着手上的食材一边说 对了 我做了一件小木雕当送你的礼物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只做了一件 你等我们走了再拆礼物 不然让老杨看到我没准备他的份 那我整晚都得被他缠死 非被逼得签订一些不平等条约才能脱身 等下次见面我再弄一件木雕补上他的 听到向昆居然称呼杨真儿为老杨 唐宝娜也是忍不住笑了 问向昆雕的小木雕是什么 是原创的形象还是动漫的形象 向昆笑了笑表示 回去你就知道了 唐宝娜嘟囔着个嘴 让向昆现在就告诉他是什么吧 不然他好想过去看了 这时杨真儿也找了进来 和向昆打起了招呼 并展示了他今天的新风格 清纯可爱风 看着杨真儿的新风格 向昆和唐宝娜都是一言难尽 不过杨真儿却没在意 反而问起了向昆今天打算做什么兔肉 他想吃上次的那道鲜辣兔丁 一听这话唐宝娜就不乐意了 什么鲜辣兔丁啊 我刚刚都说好了 要做干锅兔肉的 两女对视了一眼 眼神中都透露着犀利 紧接着便左右开弓 在同一时间抓住了向昆的手 睁了起来 你知道一个三十多岁的光头单身汉 如何引来两个美女的争夺吗 答案就只需要一盘兔肉 此刻的向昆在其他男人看来 也许会羡慕 但是他真的快变成像称了 两女互不相让 都想让他做自己喜欢的那道菜 向昆夹在中间 人已经彻底傻了 完全不知道该选哪一个 最后大手一挥表示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都要 两道菜都做满意了吧 不过你们也要一起帮忙 听向昆这么说 两女终于算是满意了 很快向昆便将一道道美食 端上了餐桌 看着卖相就很不错 众人也是对着他连连称赞 时到兴起的时候 长冰突然想到 向昆当时在酒吧唱歌的场景 确实唱得很好 于是便提出让向昆高歌一曲 众人也是纷纷起哄 让向昆来一个 向昆有些无奈地表示 我唱歌不行的 找不到调 要是KTV酒吧什么的 还能顺着那个氛围瞎吼两句 现在这环境我唱不来的 可好兄弟 长冰却是一再表示 行的 你绝对行的 之前在酒吧里 你都不需要配音 直接清唱的 这搞得向昆都不知道 该怎么拒绝了 只好有些尴尬的表示 我清唱是怕跟着配乐 却没有滚动歌词的话 会对不上 而且这不对劲啊 我做饭给你们吃 吃完饭以后 还要唱歌给你们听 现在该轮到 你们表演才艺了才对啊 没想到他话还没说完 老夏的视频电话就来了 而且特意打个电话过来 就是要听他唱歌 这把向昆都给整麻了 他之前在酒吧 他是因为情绪到了 而无意间使用了情绪同化 这次没什么情绪输出 冷不丁的上来就唱 向昆的心里也没个准 于是倾咳了两声 便开始了他的魔音灌脑 别人唱歌要钱 向昆唱歌要命 没有情绪同化的情况下 向昆唱歌简直如同魔音灌脑 让唐宝那等人听得苦不堪言 最后杨真儿实在是忍不住了 将一个鸡腿塞到了向昆的嘴里 堵住了这个罪恶的源头 接着拍了拍手表示 真是的别闹了 好好唱啊 向昆有些不好意思的跟大家道了个歉 对不起啊 那这样吧 你们谁先来唱一下带动一下气氛 差不多了我在唱 不然我这种容易害羞的人 承受不来你们的关注 听到向昆也会害羞 长冰作为好兄弟 想都没想就接了他的老底 容易害羞的人 会自己跑到酒吧舞台上唱歌吗 你还是认真唱一下吧 不过最后在几人的推荐下 还是决定由唐宝那先来唱一首 毕竟他是某站的二次元博主 论唱功在这些人当中是最好的 至于配乐就由杨真儿来了 随后唐宝那拿来了吉他 坐在了椅子上 开始了他的演奏 向昆听着这悦耳的歌声 不由得有些脸红啊 心中暗自庆幸 还好这个情绪注入的是开心的情绪 借用这个情绪把所有人拉到同一个情绪 听着唐宝那的歌声 他仿佛长出了一对翅膀 穿梭于丛林之中 是那么的空灵 众人对于唐宝那的唱功也是连连称赞 但不知道为什么 杨真儿却觉得在听歌的时候 总是会忍不住想象向昆长了一对翅膀出来 对此其他人也有同感 总感觉这首歌像是奶奶唱给向昆的 向昆变成小精灵远远的飞向夜空 不过接下来就该轮到向昆上场了 王涵提出让向昆就唱上次在酒吧唱的那首吧 既然能让整个酒吧的人鼓掌 肯定是有原因的 向昆有些无奈的答应了下来 心里想着这次唱歌不能情绪同化了 不然会很麻烦 随后向昆再次歌神附体 来了一波原声演唱 不过这次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也只是笑笑而已 唱歌的环节过了 几人也开始了闲聊 秦平说起了他现在有两个公司的offer 不知道要怎么选择 想让大家来帮忙出出主意 这两家公司分别是神型科技 和另一家做康复外骨骼的公司 前者给的待遇要好一些 但是后者做的和他之前在国外做的事情比较一致 比较好适应 听到神型科技的名字 娜娜有些好奇 这好像是个搞黑科技的公司吧 长斌觉得神型科技可以的 是个认真做研发的公司 而王涵则表示 我估计你也是想挑战一下尝试突破吧 那选神型科技应该不错 这家公司实力还是很强的 而且你不是说给的待遇也更高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 向坤突然问道 这神型科技的老板是什么来路 好像很神秘啊 之所以有此疑问 是因为他之前也关注过这个神型科技 毕竟秦岭事件这公司可是很关注的 而杨真儿则表示 神型科技的老板虽然事业上很顺利 但好像家庭挺惨的 据说他老婆很早就病死了 然后唯一的儿子又瘫痪了 对于这些是秦平也早有耳闻 还听说那位卢董事长非常痴情 一直很怀念王七没有再去 神型科技涉足的一些高科技领域 即便短时间内看不到盈利的希望 但也一直不断的投入 好像是因为卢董事长要靠某些技术复活他老婆 听到复活死人 长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克隆技术 但他也没听说神型科技 在生物技术方面有很多投入啊 不过王涵倒是听说鲁承安的儿子 其实几年前就已经被治好了 现在都可以自己行走了 见有八卦可以听 一旁的杨真儿立马就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 已经被治好了 是用了什么黑科技吗 但这些王涵也不知道 他听到的也都是传闻 而且这鲁家父子俩也确实都挺奇怪的 低调的有些过头了 神神秘秘的 通过几人的描述 唐宝纳不由地开启了推理模式 表示会不会是鲁承安的老婆死掉 儿子瘫痪 其实都是被人害的 但这想法才刚说出来 好闺蜜杨真儿就直接白了他一眼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中二呢 向昆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他也觉得这神秘的鲁家父子太可疑了 感觉他们其中一人是吸血鬼的可能性不小 甚至两人都是也未必不可能 但是话说回来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吃也吃了聊也聊了 大家也该散了 和众人分别后 向昆没有回家 而是来到了楼顶 向昆站在楼顶 想着吸掉那只变异蜘蛛的血也有几天了 而那只变异蜘蛛明显是能飞的 至少也是有滑翔和控制飞行的能力 并且从身体构造来看 它并没有长出翅膀之类 有助于利用空气动力学的肢体器官来 从回来之后 向昆就一直在考虑要怎么将那飞行的能力化为己有 飞行这个能力 他早就已经垂涎不已了 但就是不知道该咋弄 想着难道是自己还有忽略了哪些记忆 为此他还仔细研究过有关蜘蛛飞行的相关资料 最终他得出结论 认为蜘蛛的飞行更多的还是依靠电厂 人们有时候会在海上航行的甲板上 发现突然出现的大量蜘蛛是被风刮过来的 这些蜘蛛可以借风飞行数十里上百英里 从一地转迁另一地 有些小蜘蛛会爬到高处 翘起腹部射出蛛丝 然后风拉着蛛丝拖着蜘蛛飞到空中 但是当天晚上 出现了雷雨天气的时候 变异蜘蛛却有了更强的动力来源 这说明变异蜘蛛肯定进化出了特殊的结构 能够在雷雨天气给自己充电 具体它是怎么充电怎么控制飞行 这个能力又是怎么进化而来的 向昆却暂时不得而知了 不过想要飞行 最重要的两点 一个是感知自然界的电厂 一个是让自己充电获得足够多的电荷 然后介事而起 先在脑海中建立一个预电飞行的认知模型 向昆看了一眼天空 根据今晚的天气预报有小雨 虽然这个季节这座城市很少有雷雨 但电视还是会有很大变化 他觉得这是认知母板进行突破的一个好机会 不过这里明显不行 需要找一个好点的位置 随后他便一口气冲到了郊外的山里 气喘吁吁地躺在了草地上 刚刚他冲进山的时候冲猛了 再察觉到空气中的湿度增加 快要下雨之后就跑到了这来 现在向昆想的是 通过新的认知模型来感知大气电厂 刚刚他爬到树上伸出双手 尝试着通过自己的意识来与周围的磁场产生联系 看看能否对周围的电荷建立认知模型 虽然没能找到预电的感觉 但对电厂的认知却是更清晰了 看来是天气雷电不够 最是一滴水珠突然打到了他的光头上 天空中开始下起了密密麻麻的小雨 向昆看着上方的乌云 心想看来需要跑到低云附近的高点进行尝试 相信会更有收获 从变异蜘蛛的飞行过程 以及后来所得到的变异蜘蛛部分飞行的记忆片段来看 他有办法利用雷电发生的强烈电厂变化来给自己充电 获得更强的飞行能力 如果把变异蜘蛛比作是一条船 飞行是在水上航行的话 那雷电天气的电厂就是更深的水深 只听风的一声 一道闪电直直地劈在了向昆的身上 将向昆变成了一个火人 向昆被劈得一脸懵逼 自己怎么没飞啊 但看着身上着起的火也已不容他多想 当即便跳入了水中 而这一幕也恰巧被路过的熊孩子给看到了 相信光的熊孩子看到了这一幕 顿时双眼放光 留着鼻涕说道 霹雳火 向昆被雷劈后成功充电化生火人 从山上一跃而下朝着山下的水壶跳去 就在他即将一头扎进水里的瞬间 突然有了感觉 嗖嗖几声竟直接飞到了岸上 这时一条泰迪狗发现了他 好像还对他的光头情有独钟 但好巧不巧这条狗又是杨小姐的 向昆下意识地打了个招呼 杨小姐这才反应了过来 看着他赤裸裸的身体脸颊一片羞红 不由自主地流出了鼻血 眼皮一翻便晕了过去 向昆看着杨小姐有些无奈 不知道他怎么又养了一条新的狗 虽然不得不承认是赶得太巧了 但向昆也不能丢下他不管 不过好在这次他带了备用的衣服 终于不用光着回去了 现在衣服应该还在山里 本来他的目的地是湖里 只是没想到半空中被雷劈充电以后 能飞出这么远直接冲到湖外了 好在是在湖边上没摔得太重 在火团裹住他往上短暂一拖后 就立刻被他的体重拽着落下 显然是无法承载他的体重 无法支撑他的飞行 至于那个光团给他的感觉 就好像头皮一麻后自己凝聚出来的似的 就像是他的影子一样 没有办法控制 只有具体的感知 而且他的手机也没信号了 由此可以判断 目前和他距离近的人手机应该都会立刻失去信号 无论是4G信号还是WiFi信号都一样 他怀疑这可能是火团留下的后遗症 不过眼下还是先把杨小姐送回去要紧 回去再慢慢研究了 把杨小姐和他那条狗送回去之后 向坤没有过多停留便回家了 他将这次所得到的信息告诉了爱丽丝 想听听他的看法 爱丽丝表示他的看法有两点 第一变异蜘蛛的充电方式不是最优 可以根据自身优化寻找更稳定的充电方式 第二可以根据飞行原理制作对应的装备进行辅助 向坤想了想 第一点是因为在野外最方便的就是利用雷电发生的环境 第二点是人类吸血鬼相对其他变异生物的优势 也的确可以试试 就在他思考着要怎么弄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 是长斌打来的 原来是明天自成要回来了 他是来通知向坤明天一起去机场接自成的 向坤笑着答应了下来 挂断电话后又看了一眼日丽心响 长斌和王涵的婚礼已经确定了日期 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三个伴郎分别是我自成和他的一位中学同学 这次自成过来就是要一起定做婚礼时穿的西装 这是长斌给伴郎团提供的福利 说起来王涵那边的伴娘其中就有唐宝娜和唐宝亭 这还真是有缘了 人在家中做热门天上来 向坤早上晨跑的时候 突然收到了游猛的短信 说他又火了 还问他第二步是怎么拍的 向坤看着短信有些懵 忙不迭地开始查看起了游猛转发过来的视频 原来是已经有网友把他想要做的事情给做了 然后又因为唐宝娜的助攻推广 再次将他送上了热门话题 不过向坤对自己那几道兔肉菜谱还是很有自信的 只要食材没问题 做熟练的基本味道都有保证 当然要凭那几道菜 就想让最开始几天大爆还是有些不现实的 除非买通所有食客 否则还是很难的 而与此同时在秦岭的无人区内 一个皮肤有黑的男人来到了向坤大战变异蜘蛛的地方 在那块区域搭起了临时帐篷 拉起了警戒线对着手机那头的人会报道 梁先生我们已经到了之前野猪尸体的地方 现在就可以按您标定的范围和先后顺序进行搜索 另一边神行科技的大楼内的梁先生嘱咐道 李组长搜索的时候注意周边 地上树上岩石的非正常痕迹得到指示 李组长先是犹豫了一回 接着问道 梁先生关于我们正在追踪的生物 有没有更多的特征信息 没有 你们只需要观察和收集 就算真的看到了什么怪异生物 也不需要有任何行动 以保证自身安全为敌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是怪异的生物 看到的时候 我自然会提醒你们 得到这样的回答 李组长也没再多问 因为他所属的这个部门 是公司投入巨资秘密成立的部门 似乎是在研究某些特殊的生物 但具体是怎么个特殊法 他却是不清楚 隐约听其他组的同事提过 好像有活抓了某个特殊生物 但具体那特殊生物是什么模样却没有人知道 将手机收起后 他又转头对着一旁同行的红发女问道 方博士你看一下今天的搜索计划 有没有要修改的地方 没有 梁先生认可就行 对于这样的回答 李组长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好默默跟在他后面 这时两人突然注意到了一块被腐蚀的石头 看样子像是被某种强腐蚀性的液体从上方淋下来的 就是不知道是人为的 还是他们要找的动物干的 方博士看着这块石头也暂时无法确定 但从这棵树的情况来看 可以判断出他受到袭击的时间应该在十天甚至更久之前 不过这段时间情领下了几场雨 周边的痕迹都被刷得差不多了 但不论是人还是其他动物 从上方淋下来这么多腐蚀性液体 应该是要偷袭吧 那被偷袭的对象 如果受伤多少会留下点痕迹吧 于是李组长当即拨打了梁先生的电话 将这里的情况一一汇报 电话那头的梁先生表示 把需要的样灯采集好 不用在这里花太多时间 以这片区域为中心 向三面展开搜索 从最东面开始 说完这位梁先生也从他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准备出发了 这是一个神奇的木雕 只要把他放在自己的床前 梦里就会出现一个兔女郎 和你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 李组长收到梁先生的指示后 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自从进入这个神型科技的特殊部门之后 他连神型科技创始人 董事长鲁承安先生都见过一面 但是这位梁先生却始终只闻其身未见其缘 不过卢董事长交代过 这个部门都是由梁先生全权负责 所有人都要听梁先生的指示 所以他也不好多问 这时手下人过来汇报 前面找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痕迹 李组长往前一看 果然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脚印 方博士表示让你的人不要乱走动 其他地方可能还有足迹 文言李组长当即命令 所有队员原地带命戒队 注意周围情况 并将所得到的最新信息汇报给了梁先生 梁先生让他把脚印扫描记录下来 查询一下周围有没有其他的痕迹 然后继续往东面查 收到指示的李组长命令手下 记录周围的情况 但他的心中也是感到有些疑惑 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普通人类的脚印 但出现在这秦岭无人区却是个很大的疑点 什么样的人会在这深山老林里吃脚走路 会不会是野人 这时手下人又有了新的发现 是一个兔子模样的木雕 而且也不像是专门雕刻工具雕的 倒是像用尖牙凿出来的 所以这兔子看起来非常的诡异 李组长怀疑这是野人雕的 觉得可能这是他们所信仰的神秘 又询问了方博士之前是否见过这兔子的造型 但方博士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兔子 于是他只好先将这条信息汇报给了梁先生 梁先生没有多说什么 让他把这个木雕带回来 到了晚上 酒店的公寓内 李组长在床上辗转反侧 梦里的他看到了穿着兔女郎服饰的方博士 以及那个诡异的兔子木雕 经过方博士的一番头位后 他猛的从梦中惊醒 这才发现原来刚刚的那一切都是梦